第二百八十一章 道之 花招摸了一下小琴的头发 没有隐瞒 简单说道 花山一家 你们都知道吧 也不知道怎么了 跟他们家的仇就接大了 一开始是花山的大儿子 在山上遇见我爷爷 要害命 把我爷爷砸得头破血流 众人一惊 看向花墙的头 果然还能看见 没长好的伤口 结果旁边的大树突然倒了 把花大牛砸了 送去医院被截了枝 医药费 还是我借他们的 谁知道他出院没多久 花四牛半夜提到去我家 打算杀人放火 结果被我打晕了 众人惊得都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虽然都是经过 大风大浪的人 但是他们没想到 现在在农村 亲兄弟家 还能发生这么恶劣的事情 花四牛被抓走判了刑 结果花二牛家的孩子 又冒出来 把小琴骗到小河边 砸晕了扔到河里 幸亏我发现了及时 不然就要冻死了 花招说完 张桂兰又想起当时的情景 紧紧地把小琴抱在怀里 她差点就失去这个女儿了 感受到妈妈的爱护 小琴忘了当时的害怕 靠在妈妈怀里笑了 过去她没怎么感受过 这种温暖 现在感受到了 觉得真好 好到让她忘了恐惧 花招看着她 笑也笑了 她选择实话实说 因为花山那一家人 不会困在山沟沟里一辈子的 现在已经是76年了 马上就要取消各种介绍信 全国人民随便走了 也许哪天花山一家 又会走到她面前 她得让叶家人都知道 那是一家什么样的人 叶家人反应过来了 叶猫立刻问道 那个花四牛判了多少年 15年 花招说道 叶猫点点头 脸色好了点 不算太轻 不然她就要打招呼 让他们重审了 这都是一家的什么人啊 怎么这么饿啊 苗兰芝拉着花招的手 当时有没有吓到你啊 有没有伤到孩子啊 多亏你们离开了 不然还不知道 以后怎么样呢 她光听听就觉得毛骨悚然 大半夜被人闯进家里 打算害命 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对了 你和你哥之前在看房子 看好了吗 苗兰芝问到叶叔 两人那天接到花招的电话之后 就经常出门 别以为她不知道 他们干什么去了 他们不说 自然有人告诉她 现在空出来的大院子 都是有些来历的人家的 这种人家有什么风吹草动 自然会传到她耳朵里 这两天 还有人来找她打听 自己家房子又不是不够住 怎么又要买 给叶明买 后来她问了叶叔 叶叔说是花招的妈妈一家要来 她心里还不得进了一会儿 真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一个闺女嫁到京城了 全家都要跟过来 有工作吗 有户口吗 粮食关系转过来了吗 什么都没有 买个房子也是坐吃山空 但是又不住她家 又不吃她家饭 她也不好意思管 后面的事 她就真没管 不知道房子找到了没有 找到了两个 一会儿去看看 叶叔说道 我有几个同事 家里好像也有老房子要卖 一会儿我去给你们打听打听 苗兰芝说道 她的同事单位都分房子了 然后家里之前收走的 又还回来了 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 就想卖掉 不卖掉家 都要让儿女们拆掉了 花招没有拒绝 开心的说道 好啊好啊 房子自然是不嫌多的 反正现在的钱也没啥用 想出去投资做生意 都得憋着 憋到好几年后 而且那时候做生意 也要不了多少本钱 想到钱 他该给贺建宁打个电话了 第282章 要酒 花招也不知道 叶明有没有把他 又卖给贺建宁人生的事情 告诉家里人 不过这个事 他自己再说一遍比较好 他说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贺建宁跟叶家有矛盾 大家只是维持着表面的平和 说不定哪天就要对上 叶振宁却是笑笑 卖给他也好 难得碰上他这种冤大头 20万一颗 连他都接受不了 其他人估计想接受也没钱 再说 现在局势变了 他在想象之前 那么轻易坑人 可不容易了 叶振宁道 花招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过去随便一封举报信 举报谁家里有反动物品 都是天大的货事 但是将来 谁管这种事 反动物品 什么朝代的 赶紧找个专家 问问值多少钱吧 又坐了一会儿 叶振国和叶茂就要告辞 他们最近太忙了 过去两个月 发生了很多大事 伟人去世 四人组合毁灭 新的秩序形成 要忙的事情太多了 花招看了看两人 还是忍不住问道 你们知道叶振现在在哪吗 叶振国和叶茂对视一眼 叶振国呵呵笑 叶茂说道 我知道他在哪 但是不能告诉你 花招 好吧 我理解 那我有东西想烧给他 可以吗 不太行 叶茂说道 不太行不是不行 花招眼睛一亮 不是吃的穿的 是药 关键时刻能救命的药 他这么说 叶茂就没吱声 不好奇道你能有什么救命的药 能救命的药都在医院 叶深他们也优先享受配奸 你们等着 花招赶紧进屋 很快拿出一个透明的酒瓶子出来 花强看到这个瓶子就笑了 这是他和花招一起动手泡的 其他人倒是愣了 这就是个普通的白酒瓶子 比啤酒瓶小一号 透明的 商标已经撕去了 现在酒瓶里全是绿色的液体 中间泡着一根粗大的人参 我和爷爷之前上山 又踩到了几颗人参 挑了一颗最大的泡酒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泡成绿色的了 但是这酒瓶管用了 消炎止痛 活血化淤 促进伤口愈合 还延年一寿吧 可能还有其他我不知道的功效 总之 特别好 花招奋力的推销着 对 特别好 花强非常支持孙女 看我头上这个伤口 当时肉都掉了一大块 都露骨头了 结果用这酒又擦又喝 七天就好成现在这样了 后来我舍不得喝 这么多天也还是这样 还没长好 说是没长好 其实就是能看出 那里是新长的肉 红色的 跟周围不同 实际内里已经没问题了 众人这才正是这瓶药酒 真的这么神奇 叶书突然问到 这里面的人参 不会是颗百年的吧 花招点头 我看着比我之前 卖那颗百年的年头 还要多一点 叶书顿时咧嘴 太奢侈了 十几二十多万 就泡在酒瓶子里 这酒能不好吗 他没病没栽地 都想尝尝这几十万的酒了 花招一笑 我到出来 大家都尝尝 别别别 我们不喝 苗兰芝立刻拦着 他也觉得太奢侈了 一瓶二十多万人参 泡的酒就那么多 喝一口得多少钱 而且没病没栽地 喝了浪费 他说道 百年人参泡的酒 就是没有什么神奇疗效 他肯定也是有疗效的 只喝一点点 大家就能知道效果了 花招坚持 拿过几个人的水杯洗干净 倒满清水 然后每个杯子里 就像滴香油一样 滴了二滴 众人一看这么少 倒是没拦着 这绿色的药酒也神奇 明明只有很少的二滴 一杯水 就都染成了淡绿色 那是当然了 这颜色不是人参泡出来的 是他偷偷倒出半瓶白酒 然后兑满了千年人参的精华液 喝多了 他都怕他们受不了 第283章 看房 夜书胆子大 第一个端起来闻了闻 好香 有股说不出来的花香 还是青草香 好好闻 他抿了一小口 眼睛一亮 味道也好 很清新 像一种没喝过的茶 他忍不住莫名的诱惑 一口气把一杯水都喝了 顿时觉得头脑一清 浑身舒爽 又暖洋洋的舒服 好喝 他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其他人见状 也端起来尝了尝 然后就停不下来 把一杯水都喝了 现在不流行功夫茶杯 喝茶喝水 都是三四百毫升的大水杯 一次喝一杯 那得是可及了 咦 我的头不疼了 苗兰芝惊讶到 他昨天晚上没睡好 跟夜书收拾东西 收拾到两点多 他有个毛病 一宿睡不好 头疼好几天 那种整个后 脑像有针扎一样疼 眼睛也跟着疼 他现在坐在这 都是靠花招的肚子撑着 但是刚刚很明显 一杯水下去 他的头一点都不疼了 眼睛也不疼了 不花了 看东西特别清晰 这绝对不是错觉 他刚才还想着 回家吃纸痛药呢 叶芳也能感觉出 明显的药效 他最近连续高强度的工作 身心俱疲 吃饭的时候都要睡着了 现在坐着 眼皮都睁不开 刚才他们说话 他其实都没怎么听清 随大流的喝了一杯水 疲惫顿消 这让他非常意外 叶振国和叶茂的感觉 不那么明显 他们身体没什么不适 但是 两人和叶叔一样 明显感觉到了轻松 这就很难得了 从来没有什么饮品 或者药品 能给他们这种感觉 不过 两人也没太奇怪 百年人生泡出来的药酒 就应该有这效果吧 看看贺建宁吧 本来据说要死了 最近又活蹦弯跳了 跟没病人似的 花招问了问叶叔 知道苗兰芝有头疼的毛病 立刻拿出几个 小二大小的瓶子 里面是一瓶绿色液体 这是我从大瓶子里倒出来的 我发现 这酒泡七天就有效果了 然后就到出来重新泡 大家一人一瓶 喝完还有 花招说道 他很大方 叶家是他的婆家 也是他的靠山 他希望这靠山长命百岁 屹立不倒 这怎么好意思 苗兰芝想收又不好意思 花强刚才都说了 他受伤那么严重 都不舍得喝呢 其实这是花招没让爷爷喝 这里面毕竟掺了酒 他都未病不能喝酒 他打算来京城之后 出去买点饮料 餐里面给爷爷喝 他发现 这精华叶的绿色 是下不去的 只能遮盖 好在七十六年的京城 好像已经有可乐了 拿着拿着 花强劝到几人 我说舍不得 那就是随口一说 这一颗人参 不知道能泡多少瓶呢 泡完了我还有 我和花招挖了好多餐出来呢 哇 叶叔羡慕得不得了 那得是多少钱啊 你们那可真是个宝山啊 花招 你说过 要带我去你家挖餐的 就明年夏天吧 他半开玩笑的说道 之前花招邀请他 他没心动 真当人参视野蘑菇呢 什么人进山都能挖到 他进山可能会咬一身包出来 但是现在他不觉得了 可能是个人进山 就能挖到人参 挖不到百年的 挖到几颗十几二十年的也行 也是钱啊 够他买房子的了 最近看房子很多 他也动心了 想买一套自己住 省得妈妈总催婚 他都要疯了 爸爸 您看这药水 给叶参送过去几瓶怎么样 他和身边的战友 如果有需要 都可以用啊 花招说道 叶参可是高危工作 他总是提心吊胆的 就想做点什么 让自己安心 如果叶参真能用到 那就再好不过了 叶茂和叶振国对视一眼 叶振国点点头 叶茂就到 好吧 我给他送去 花招顿时笑了 一瞬间屋里都亮了几分 看出他是真开心 叶家人都很高兴 叶参能找个一心 向着他的媳妇 他们怎么会不高兴 花招又给叶参单独拿出四瓶 这四瓶的浓度 要更高一点 叶参如果用 估计都是商用 治疗的也不是头疼脑热的小毛病 他还在瓶子上 贴心地写了对谁比例 不对水的话 他害怕要笑太猛 让人奇怪 其他人还是之前的一人一瓶 在花强的再三推让下 他们只好收了 叶振国和叶茂离开了 顺便带走了叶芳 他精神了 就想着继续回去工作 辽兰芝不着急 回家吃纸痛药了 他留下来 打算跟花招一起去看房子 花强有午睡的习惯 他留在家看家 花招就带着母亲 都不远 但是走出自己家长长的胡同 再走到那边 长长的胡同就远了 花招走得慢 花了二十分钟 先看的一个院子 就在胡同头第二家 出行买菜都方便 就是以后离大接近 可能会有点吵 院子不大 是个一进的四合院 算是小巧玲珑 小门一开 正对着一面隐蔽墙 绕过隐蔽 就能看见正房和东西厢房 各三间 院子也不大 五十平方左右 东西厢房窗下 各种着一棵小树 院子不新也不旧 有岁月的痕迹 但是里面看样子 没有被当作大杂院 乱搭乱盖过 很规整 屋里空空如也 墙壁也有些泛黄 地面也是水泥的 有几处不大的裂痕 其他毛病没有 如果不太讲究 刷得大白 打扫一下卫生 就能搬进来住了 花招很满意 多少钱 他问道 第284章 都买 收到价钱 叶书有点不高兴 房主要两万 有点贵 苗兰芝立刻点头 两万 那是太贵了 人均年收入五百多的时候 一个房子要两万 在现在人眼里 就相当于一个人 不吃不喝四十年的工资 天价 我觉得还行 花招说道 这院子有大小时间房 如果拆开来卖的话 一间才两千 是不是很便宜 而现在的城里 很多人一家几口的住房 也只是四合院里的 其中一间 两千块买一间房 就不贵了 这房子之所以 现在还没卖出去 就是因为 房主坚决不同意 拆开卖 苗兰芝笑了 你倒是会算账 买 花招一锤定音 张贵兰急了 拽了拽花招的袖子 却又不知道说什么 不买 那他就得住在花招家 不合适 买 两万 他一辈子也还不起这个钱 突然 张贵兰扶置心灵地说道 你买 这房子写你名 我出房租 这样 他住着就踏实了 苗兰芝和叶书顿时 高看眼张贵兰 儿女发达了 父母想跟着享福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心态 张贵兰却拒绝了 不过 两人看看旁边的四个孩子 这也可能跟张贵兰的特殊经历有关系 花招理解他的心态 如果这样做 让他心里轻松 那也没什么不可 行 他痛快道 哎 叶书急了 还有一座房子没看呢 要不要看完那个再决定 两个不冲突 看好了两个都买 反正我有钱没地方花 花招笑道 叶书心里突然冒出一句后世名言 有钱人真任性 不过花招说的也对 六十万 不 加上家里那十万 七十万呢 那么多钱 他都想不出来要怎么花 都吃了喝了就太浪费了 不如买了房子 将来还能留改孙 他知道 花招打算随便生 那将来都不知道 得有多少孙子外孙 房子少了 还真不够分 行吧 一会儿我把房主约出来 争取今天就办完手续 叶书说道 正好他那边挺急的 这房子是叶明同事老丈人返还回来的 听说叶明在打听房子 他连钥匙都给叶明了 让他们随时看 多看看 最好赶紧买了 家里都打冒烟了 另一个房子也在这条胡同里 不过在胡同尾 离着公共厕所有点近 就隔了一个院子 花招顿时皱眉 别说现在的胡同 就是以后几十年的胡同 家家都不一定有厕所 然后一条胡同 供用一个公共厕所 春夏秋冬排着长龙 而且现在的厕所 还不是后世可以随时冲水的 现在是旱厕 大冬天走到这个位置 一股风吹来 隐隐约约都能闻到味道 就不要说夏天了 进去能中毒 但是 房子还是要看的 反正是投资用的 又不自己住 这个院子 甚至比刚才那个还大一点 刚才那个正房挺大 厢房虽然也是三间 但是面积都小 导座就是个仓房 用来堆放杂物 甚至不算房间 这个院子就不一样了 虽然也是一镜 但是正房大 有五间 厢房也大 导座也是正经两间房子 院子也大 有一百多平 院子中间还有个水井 水井旁边有一个大水槽 里面面对面 安了六个水龙头 每个房间屋檐下 还能看到简易的灶台 墙壁都被熏满了油烟 可以看出 这里曾经被当做了大杂院 退还的时间可能不长 院子里屋里 还有被丢弃的各种垃圾 花招看的一个 还没烂完的苹果盒 这个房子多少钱 花招问道 这个房主要一万五 叶叔说道 房主可能是觉得 房子保存的不好 而且有些麻烦 什么麻烦 花招问道 原来住在这里的人不想搬 是接到调解多次 半强制的让他们搬走的 很多人去了新地方安顿下来了 但是据说有几户又做又闹 对新安排的房子不满意 非要搬回来 房主怕这房子再不出手 又成别人的了 产权清晰吧 手续齐全吗 能直接过户吗 花招问道 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不然那些人根本请不走 叶叔说道 其实像这种大杂院 又空出来的房子有很多 大杂院是现代才有的产物 他们变成大杂院之前 都有单一的主人 现在主人回来了 双方就开始扯皮 扯不清的 产权就不清晰 这种房子 直接被他过滤了 那就行 买了 花招连屋子里 都没看就说道 他的前来路正当 不怕人查 而且再过两三年 改革开放了 大家都付了 这种事情就没人查了 你有一百套房子 别人也管不着 我先给贺剑宁打个电话 让他给我送钱来 花招说道 第285章 行不行 花招去公共电话亭 给贺剑宁打了电话 让他赶紧给他送钱来 有多少送多少 贺剑宁不好意思地表示 只凑出了10万 花招也不宜有他 他之前已经给过周丽华5万 又给了他10万 现在又拿出10万 已经是全国少有的妇人了 等他们溜达回自己家 贺剑宁和小赵 已经等在了门外 身边放着一个大袋子 见到苗兰芝和叶书也在 贺剑宁心里顿时有些失望 今天的饭 不一定能蹭上了 果然 进屋清点完现金 花招写了收据 贺剑宁就被苗兰芝客气 又不失礼貌地请走了 一双眼睛 老往他二媳妇身上看 当他瞎了嘛 人人都说 这贺剑宁不敬女色 他看未必 只不过是以前没人入眼罢了 这么想着 他也没有迁怒花招 他年轻的时候 是个顶漂亮的美人 还是文工团的 喜欢他的人 真是以联位单位 他太知道 漂亮女人的不容易了 不会因为这点生花招的气 当然也是因为他看得清楚 花招连个余光都没给他 拿到钱 天色已经晚了 又是冬天 几人商量了一下 就决定 今天先同治一下房主 明天上午 让他们一起过来办手续 当天晚上 两个房主接到消息 都要高兴地蹦起来 一家是因为儿女多 谁都想要那房子 谁还都想要正房 谁也不愿意住厢房 打得兄弟勤奋都要没有了 老头拍板决定买了 分钱 谁也别住 一家是因为怕不卖 房子就是别人的了 他们连一片瓦一分钱 都得不到 第二天的手续很顺利 只是有些惊讶 房子写的都是花招的名字 两个房主走的时候 看花招和叶叔的表情怪怪的 他们以为叶家一下买两套房 是得叶明和叶叔的 叶深一个人 得了那么大一个院子 就在不远处 他们是知道的 不知道之前 因为挖宝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大家也就知道了 叶明住着单位分的小二居 叶叔离婚回家没房子 也不是秘密 一打听就知道了 结果叶家出钱 买了两座新房子 都给老三媳妇了 这也 不过两人看看花招的肚子 也不是不能理解 花招怀的是叶家 盼了十来年的长孙 叶家偏心一些也正常 花招卖人参 和假流产的事情 没有广而告知 反正这两个房主的层面 还不知道 所以以为钱 都是叶家出的 叶家能拿出三万五 也不奇怪 房子到手了 都很激动 几个孩子都懂事了 知道住在姐姐家不合适 这个虽然也是姐姐家 但是隔着远点 就比一个屋檐下墙 就跟当初在村里一样 张贵兰也决定 住胡同头那一家 出行方便 面积也小 他一个女人 带着四个孩子 绰绰有余了 叶明又找人 把房子简单修复了一下 刷刷墙 补补瓦 再把院子里 碎裂的瓷状换掉 按照花招的要求 重新种下两棵果树 小院就焕然一新了 几张桌子 外加一些厨具和生活用品 三天之后 张贵兰就张罗着搬过来 当然他只是晚上过来睡觉 白天还是泡在花招家 跟他作伴 顺便看着他 花招的肚子越来越大 他看着不放心 好在抽空 去医院检查的结果都是好的 孩子们很健康 臂超上也看不出任何毛病 大家基本放心了 乔迁之喜 张贵兰请苗兰芝 和叶书叶明一家 都过来吃饭 他算看出来了 叶家人都是真心喜欢花招 花招比他命好多了 他有时候想想都能自己笑出来 叶明是自己来的 说文静娘家有事 走不开 也不算撒谎 文静娘家确实有事 已经连续三天把他叫回家了 文静每天回来都很晚 回来之后看着他就欲言又止 这次他不说 叶明就当作没看见 文家不外乎就那些事 不知道这次又是想要什么 或者想让他干什么 今天花招请客吃饭 他更不会叫他过来 不然还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 上次的谈话收效甚微 他是知道的 大哥 上次的猪肉你吃了吗 味道怎么样 花招闲聊道 叶明笑道 没顾得上呢 我最近也太忙了 我不当老师了 而回到家里 文静自然不会给他做花招拿来的肉 没给他扔出去 就是好的了 不当老师了 那去哪了 花招问道 去了经济发展部 当个小干事 叶明笑道 花招没听过这个部门 估计是某个部门的过渡名称 也对 马上就要77年了 曙光即将到来 一切都在快速的变化着 那正好 我跟你打听个事 花招说道 我的行李到了 你也看到了 有十几麻袋瓜子 我打算炒了自己卖 行不行 家里没男人 这些体力活 都是叶明找人一起干的 他当时看见 十几麻袋的瓜子都惊了 花招喜欢吃瓜子 花招的瓜子也好吃 但是也不用吃这么多吧 就算送给他们家吃 他们也吃不完 原来是打算卖 你打算怎么卖 叶明问道 第286章 没病 我打算去电影院 或者火车站门口 慢慢卖 花招说道 电影院门口卖瓜子 哪怕是在醉严的六几年 都有 小商贩背着一包瓜子 蹲在电影院外的阴暗角落里 拿一个能装二两酒的玻璃杯 然后论杯卖 一杯差不多一两半 一开始五分前一杯 后来八分 现在一毛 以后更贵 比供销社里卖的贵多了 但是供销社晚上不开门 瓜子也不是常常有 一般只有年前才会有 所以电影院 或者火车站门口的生意 是特别好的 傻子瓜子 是怎么起来的 就是因为市场好才起来的 当然他后来不止自己零售 他还搞品牌 还批发 不然也赚不了一百万 不然也不会进去好几次 京城查得严不严 花招问道 叶明想想 他那十几麻袋的瓜子 其实粮不大 你要是小打小闹 每天卖一点 问题就不大 他说的很保守 京城的环境 其实相对更宽松 因为国家 是允许农民 卖自己产的多余的农副产品的 只是有些地方怕惹事 一刀切了 什么都不让卖 花招这瓜子 都是自己家产的 有那么多人正 就是被查到也不怕 再说 还有他们家呢 而且他现在到了经济发展部 近距离了解了上面的意思 就更不怕了 想干就干 叶明说道 有问题来找我 我在跟火车站和电影院的人 打个招呼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他不认识火车站 或者电影院的谁谁谁 但是他肯定有朋友认识 哎 花招高兴的硬了 两人的对话 大家都听着呢 苗兰芝有些皱眉 这么冷的天 你月份又这么大了 就别折腾了 又不是差那两个钱 我不去 我妈去 花招说道 啊 把张桂兰整猛了 出去卖瓜子 但是转眼变成他去 他有点打触 东北私营经济馆的太严了 他想想就害怕 他倒是不怕出去卖东西 他又不是没卖过 他怕被抓紧去 给花招 给业家丢人 我们先考察一下市场 如果可以 您再去 不行就谁都不去 这些瓜子 我们自己吃 花招说道 我也可以给你找个门路 直接送到我们单位就好了 保证跟你出去卖一个价钱 不是更好 苗兰芝说道 花招 这个主意当然是更好的 一转手就赚一样的钱 何必辛辛苦苦好几个月 赚一样的钱呢 但是这些瓜子 是给他妈练胆子的 不是用来赚钱的 先让我妈自己卖卖看 也给她找点事情做 卖不出去 肯定找你 花招笑道 苗兰芝张张嘴 其实他们可以给张桂兰 安排一份工作的 妈 你就听花招的吧 不行再说 叶明说道 他觉得 卖瓜子 或者卖其他一些小东西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行行行 儿女都大了 都不听我的了 你们说了算 苗兰芝杨怒道 花招顿时开始哄人 拿出一件小孩的和尚服 问他这么做好不好 苗兰芝眼睛一亮 这么穿着方便又舒服 比起扣子的强多了 你是怎么想到的 真聪明 他现在看花招 几乎哪哪都顺眼了 他也没空想什么瓜子了 反正不用他儿媳妇 带着大孙子出去卖 亲家想去 就让他去吧 叶明和叶叔对视一眼 从来没发现 妈妈这么好哄 他们过去惹了妈妈不高兴 那是几天都哄不好的 现在 转眼就好了 两人笑了起来 快要开饭的时候 叶芳来了 他今天也接到了邀请 只不过太忙 现在才走得开 他进屋之后 表情有些激动 也没卖关子 直接从包里 拿出一达化验单 递给花招 你爷爷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他们说 他根本没病 第287章 看电影 花招之前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带上了爷爷 也让他在京城的大医院 做个系统的检查 花强的检查结果比较久 这么多天才出来 结果却是非常喜人 真的吗 花招惊喜地接过化验单 医气虽然不先进 但是也可以了 结果检查不出来 是不是说明 爷爷的病八九成是真好了 叶家人也围过来 惊喜地看着花验单 花强能没事 他们同样开心 下面的医疗条件就是不行 这么大的事都能误诊 花爷爷以前没准就是个胃病 叶叔说道 其他人点头 听说花强看过的最大医院 就是县医院 还是山沟沟里的县医院 真的不能抱有期待 花招呵呵笑 花强也呵呵笑 过去那些疼痛 他自己最清楚 到底是不是误诊 都是他孙女照顾的好 天天好吃好喝的 还让他心情舒畅 还给他吃人参 他的病才好了 想到这个 花强说道 我觉得是那人参的药效好 你们没事多喝点尿酒 管够 他也希望叶家人都好 好好的给他加小花当考山 是很好 很好 苗兰芝连连点头 我最近休息的特别好 我感觉我气色都好了 他更年期刚过 年纪又有些大了 睡眠质量就差了 晚上总是睡不好 但是自从喝了那人参药酒 他感觉自己又年轻了 叶叔到底年轻 还没什么明显感觉 不过他觉得自己皮肤 最近特别好 他还以为换了化妆品的原因 现在妈妈一说 他也觉得 是开始喝药酒这几天的事 什么药酒 叶明奇怪道 那天他不在 花招也没让人给他烧带 想着他哪天来了 亲自给他 这几天又忙 就得忘了 等会儿回家给你拿 你累了或者不舒服了 喝几滴 花招说道 几滴 叶明头一回听说喝酒论滴的 好吧 一会儿他要好好见识见识 这顿乔迁饭吃得更热闹了 大家都在庆祝花强虫或健康 吃完饭 热闹散尽 花招带着母亲 开始炒瓜子 他目前不需要什么花样 什么五香 什么蒜蓉都不需要 就来个最原味的 就能征服所有人 小小的四合院里 厨房却不小 有三口个灶台 一口十二硬大锅 花招炒了满满一大锅 好几十斤 张桂兰知道了 他女儿这是诚心想卖瓜子 他其实挺想不明白的 花招那么有钱了 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现在又有男人又有孩子了 婆家也顺心 他折腾这么危险的事情干什么 妈 我觉得咱家这瓜子 卖五毛钱一杯最合适 花招说道 张桂兰吓了一跳 那可不行 那得被人砸摊子 就是不抓别人 也得抓咱 五毛钱一杯 六七杯就是一斤 三四块一斤 疯了 花招没劝他 他觉得京城的行情 跟乡下肯定是不一样的 他们山沟沟里的县城 瓜子还卖一毛钱一杯呢 行情好的时候更贵 京城能一毛吗 再说 现在人都处于有钱没地花的时候 特别舍得花钱 六十年代的时候 二十块一斤的高价糕点和糖果 都有人买 还供不应求 妈 我家的瓜子算我卖你的 一块钱一斤 你要是把这一千多斤瓜子都卖出去 就能赚好几千块钱呢 花招说道 张桂兰一下就心动了 然后眼眶就有点红 原来姑娘是想法给他送钱 他说的方法 也不是不行 五毛卖不上 卖两毛 一斤也是一块多 他自己家的瓜子 又不要本钱 一千斤卖出去 最少赚好几百 也赶上工人上班了 等明年 回老家种瓜子不太现实 那院子都说好给队里了 但是如果收老家人收获的瓜子呢 那可就不是一千斤了 那是一万斤 他能赚多少钱 张桂兰的呼吸 一下子就中了 他觉得 他也不是还不上这房子钱 这样 他对着叶家人 更有底气 他小声 把来年收瓜子想法 跟花招说了 花招很意外 他看张桂兰胆子不大 连自己出去卖都不敢 没想到在金钱的刺激下 他都想着倒卖了 这主意好 我觉得行 花招说道 而且也未必需要回老家 千里迢迢的收瓜子 增加成本 这京城外 现在大片的荒地 只看有什么办法 能利用起来了 这个他还得再摸索 不过不急 先把眼前的瓜子卖完再说 两人炒完瓜子 并没有直接拿出去卖 花招招呼几个弟妹 姐姐带你们去看电影 哇 孩子们都欢呼起来 张桂兰急了 看什么电影看电影 人多又挤 天气还冷 你快在家待着吧 不就是想去电影院门口 看那行情吗 我自己去就行 花招笑了 妈妈真聪明 不过 我长这么大 还没看过电影呢 连电影院门口都没去过 我想去 张桂兰顿时心酸了 那就走吧 多穿点 哇 孩子们这才彻底高兴起来 回屋换上了自己最漂亮的衣服 出去看电影 小孩子的虚荣心才最重 他们去了离这里 最近的一个电影院 走了半个小时就到了 到了电影院外 热好的场景 让几人一惊 他们是吃完饭 炒完瓜子 又吃了一口中午剩下的饭过来的 现在外面黄昏 正是看电影的好时候 电影院外面几乎人山人海 有些人拿票进屋看 有些人等在外面的广场上 看露天电影 这个免费 电影票现在都是稀缺的 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 很多都要靠单位发 抢到一张能高兴半天 都手拉手跟紧了 别丢了 花招吩咐几个孩子 丢了也知道自己家在哪吧 知道 这几天 花招已经让他们把地址背熟了 甚至拿出地图 给他们仔细讲解了一下 家里周围的情况 小琴可能够呛 大伟估计是能找到家的 妈 我看大琴小琴 你看大伟小伟 别松手啊 花招说道 唉 不松手 张桂兰和几个孩子都笑了 花招是真心待他们 六个人 手拉手走在人群里 仔细观察着周围的人 除了小琴 他们都知道 这次是来干什么的 姐姐 你看 大伟突然小声喊到花招 花招顺着看去 就看见几个女人 手里更拿着一个纸包 再磕瓜子 逆着他们走过来的方向看 就看到一个人背着一个胯包 正在给人呈瓜子 这人生意很好 卖几分走几步 就会被人拦下 甚至被人围住 放开之后包就扁了一块 走几步就又被围住 没多大一会儿 包就空了 人也高兴地离开了 像他这样的人 整个广场上有好几个 花招也拦住了一个人 学着其他人小声问道 怎么卖的 第288章 吃肉 小发二十来岁 有些黑瘦 抬头看见花招 一愣 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 孕妇 再看看他身边的几个小孩 他喜欢这种客户 两毛五一杯 小贩直接装了一杯瓜子 麻利的抽出一张 折好的三角形报纸 包好 再麻利花招也看得清楚 这一杯顶多就一两 卖两毛五 张桂兰已经在旁边呲牙咧嘴 小贩以为这个外地女人 是心疼钱 他绝对想不到 张桂兰是高兴的 张桂兰和孩子们 现在穿的都挺正常的 不时髦 也不寒酸 像一般城里人一样 但是眼间的小贩 还是一眼就看出 他和几个孩子是外地人 那一脸的没底气 但是花招就不一样了 这是外地人来投奔京城亲戚 亲戚带他们出来见识面了吧 来六杯 花招说道 小贩一乐 看 京城本地人就是这么大方 花招也没让小贩拥抱纸装 他松不开孩子们的手 他让小贩直接把瓜子 装在孩子的口袋里 这样他牵着他们 也不耽误他们吃瓜子 好吃吗 花招问道 大秦小秦 大秦看了小贩一眼 没有说话 一脸不好意思 小秦直接说道 好难吃 小贩咧了一下嘴眉之声 可能是吃到坏的了吧 不能保证一个不坏 大秦扒了一颗人 放到花招嘴里 花招凭良心说 这瓜子就正常口感 也是有香味的 他们觉得难吃是嘴被养雕了 告别小贩 花招继续带着孩子们 在人群里穿梭 小贩的眼睛却一直追随着他 谁家的姑娘 他遇见完了 人家都有孩子了 呸 遇见早了也没他份 竟想好事 然后他就看见花招遇见一个小贩 就要买一杯瓜子 这回买的少了 没买六杯 就买一杯 每个人都买一杯 小贩呵呵傻笑起来 看来是打听过他 知道他家炒的瓜子最好吃 花招把广场逛了个遍 遇见了十来个卖瓜子的 还有卖烟的 卖糖的 甚至有卖汽水的 虽然是大冷天 但是买的人也不少 能不要票就买到东西 不赶紧买等啥呢 花招每样都买了点 最后大家站在露天 看了一场电影才回家 很统一 都是两毛五一两 味道参差不齐 但是也大差不差 比他们家的是差远了 关键是 没人管 小贩就在人群里自由的穿梭 虽然没有大声叫卖 买的人也没大声喊 但是到底是没人管 他甚至看见一个戴红袖标的 好像是维持治安的人 去小贩手里买瓜子 当时他吓得心都涂涂了 结果看见小贩正常收了钱 只不过又多给了一杯 然后乐呵呵的走了 红袖标也乐呵呵的走了 这京城 真好 张贵兰感叹道 说完又道 要不 我们也卖两毛五算了 不行 花招坚决道 那你 就是再砸他们生意了 你也卖两毛五 别人肯定不会 买他们的了 就算买 也是你这没有了 别人不情不愿 但是你要是卖五毛就不一样了 矛盾不会那么大 两毛五依然有市场 其他小贩也不会合起火来排挤你 花招说道 咱们也不图霸占整个市场 每天少卖点 慢慢卖 张贵兰似懂非懂 又有些恍然的点点头 这样啊 那就卖五毛 一两五毛 一斤五块 一千斤就是五千 他不着急卖两千五百了 慢慢卖 只要能卖出去 就行 叶明带着药酒骑车回家 准备把酒放家里 再回去上班 花招给他酒的时候 倒没说什么 只是说 让他自己慢慢体会 母亲倒是对他千叮零万嘱咐 告诉他 怎么小心 怎么兑水 就怕他浪费一滴的样子 整得他都好奇了 不幸一会儿尝一口再上班 结果走到家门口 他就闻到了浓郁的香味 这味道好勾人 好像还是从他家传出来的 叶明打开门 就发现丈母娘和三个小舅子 一个小姨子 几大家子都在吃饭 难得他们这么多人 竟然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他在门外都没听见 要知道这楼的隔音 隔音是什么 爸妈 你们都来了 叶明进屋 对众人笑道 文凭和老伴都抬头冲他笑笑 三个小舅子的表情就不一了 有讨好的 有不懈的 有忍着不懈讨好的 姐夫 我在这呢 你没看见我吗 角落里一个女生大咧咧的笑道 他旁边的男人只顾着低头猛吃 看都没看叶明一眼 叶明冲他笑笑 文若和李同也来了 女人用胳膊肘拐了一下旁边猛吃的男人 男人一边吃饭一边抬头 含糊地叫了一声姐夫 就继续低头猛吃 这红烧肉太香了 他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 叶明也看见了 让这些人低头猛吃 顾不上说话的原因 几盘红烧肉 还有一盆大骨头炖白菜 那骨头一看就是腿骨 文净从厨房出来 端着一锅骨头汤 看到叶明他手一抖 差点没把汤撒了 叶明看着他这么心虚啊 花招送来的肉 他笑着问道 啊文静低头 赶紧把汤盆放到桌子上 小声道 爸妈来家吃饭 我看冰箱里没其他东西了 就这块肉了 就做了 他语气非常心虚 好像犯了天大的错一样 这就让文家人很不高兴了 文老太太眼睛顿时一瞪 看着叶明 怎么 丈母娘一家来了 还吃不起你家一块肉了 叶明笑得云淡风轻 甚至有点讨好 哪里 这不是这肉 是我乡下弟妹送的 自己家养的猪 小静怕有痘 不让吃 我就想着哪天送出去 谁知道 小静竟然给你们做了 对不住啊 爸妈 文静瞪大了眼 愣在那里 文家人的矛头 一下子对准了文静 嘴里的肉土也不是 燕也不是 还是文老太太嘴里没肉 张嘴就训 你个死丫头 你是想害死我们啊 这里可是你爹妈 你弟你妹 你亲侄子亲外生 肚子里长虫子是个很痛苦 很恶心 甚至要人病的事 不是穷的活不起了 谁能吃豆肉 他们文家 还没穷到吃豆肉的地步 你个死丫头 文老太太越说越气 站起来啪啪拍文静 叶明赶紧去拦着 巴掌都拍在了他身上 其他人也反应过来 拼命拍着自家孩子 让他们把肉吐出来 嘴里也没闲着 都在指责文静 文静只看着叶明 默默地流泪 第289章 文家人 叶明也看着他 眼神有些复杂 他就是故意的 冰箱里没其他东西 菜市场就在楼下 家里有钱有票 什么买不到 怕是今天早上 他随口说了一句 晚上要做肉 问他想怎么吃 惹怒了他 文静也不可能 现在跟叶明 掰扯花招和肉的事情 感觉到叶明生气了 他赶紧给自己辩解 我说了 要出去买肉 可是妈看见了 就说吃那个就行 我说 我说 文老太太更生气了 指着文静的鼻子 我哪知道这是豆肉 我说的时候 你不会告诉我吗 你说了 我还能吃吗 我是要馋死了 还是要穷死了 吃豆肉 文静小声道 那肉我切的时候都看了 没豆 好着呢 不然不会做的 你眼睛是放大镜啊 有豆没豆都能看见 文静的三弟文明说道 他不觉得自己语气有什么问题 他平时就是这么跟文静说话的 文静是文家老大 还是个女孩 照顾弟妹的活自然 都落在了他身上 他小时候还挺乖 照顾得挺好 那落在他身上的担子 就更重了 文父文母都需要工作 可以说 文静的三个弟弟 一个妹都是他拉扯大的 只有上学的时候能轻松一些 但是他性格确实不错 没什么脾气 几个弟妹就不怕他 后来文静因为生不出孩子 性格趋向懦弱 那时候几个弟妹还小 都在青春期 慢慢就养成了怠慢姐姐 欺负姐姐的习惯 现在也改不过来了 可能也不想改 就连文父文母 也习惯了文静的付出 在文静面前 都养成了遗旨气势的毛病 好了 吃了点豆肉 也不是什么大毛病 及时吃打虫药就好了 叶明说道 你们不来 我今天晚上就打算做了吃了 他说完拿起一双桌子上 没人用的筷子 加了一块红烧肉 尝了尝 哎 真想 不亏是土猪肉 快 去给我盛碗饭 他推着文静 花招竟然知道了苗兰芝的顾虑 这几次请客吃饭 都没做他带来的土猪肉 都是从市场上现买的 叶明也是第一次吃到 突然后悔回来晚了 他说话了 文家人也不好意思在骂文静 叶明 可是个金龟婿 因为文静的关系 他们不轻不重地 百个长辈架子就算了 真把叶明惹急了 他们还不敢 再说 今天还有试囚人呢 打虫药也不一定能打下来 到时候生病遭罪 还是自己的 文静的大帝 文静的媳妇孙慧小声道 总之 他们生病遭罪 都是因为吃了他家的肉 到时候 他们得负责 看病花钱就算了 他们单位给报销 不用叶明花钱 但是叶明知道 这个是他理亏就行 他的算盘打得啪啪响 叶明好像恶狠了 低头吃饭 没说话 文静也不想再提猪肉的事 倒是奇怪他这副样子 今天不是吃乔迁饭去了吗 招待不周 叶明不回家吃饭 总是会交代自己的行踪 吃得挺好 但是都没有这红烧肉好吃 叶明一点不夸张道 哪怕有花招的手艺在 食材的重要性也不能忽略 买来的肉和他从小未能量 蔬菜长大的猪肉能一样吗 天差地别 要不是中午吃的有点多 叶明觉得他现在能吃一锅饭 听到他说乔迁饭 文家人都对视一眼 眼里有亮光 听说你最近在看房子已经买好了 今天你妹妹请客 文老爷子问道 他们就是为了房子来的 第290章 房子 文夫是教育系统的 当年职位还行 现在虽然退休了 但是还住在教育局大院里 离这里不太远 叶明跟同事们打听房子 他自然听到了风声 他跟其他人家的想法一样 这是叶家想起大儿子了 要给大儿子换个房子 不然叶深住着前后四进上千坪的大院子 叶明住着六十坪的小破屋 说出去叶家也不好听 他们跟文静打听过 文静那时候也不知道房子是给花钊看的 他看叶明总和叶叔一起出去 还以为是给他们两家看的 就这么告诉的父母 他当时也很开心 虽然他最想住的是叶深那个大院子 现在前后院都回来了 一家一半多好 再说 奶奶当初也只是把前院给了叶深 后院 后院是花钊买来的 花钊是叶明的弟妹 他们过去租住总可以吧 花墙一个老头 乃住的过来那么大的院子 但是他知道 这种心思不能提 过去他跟叶明稍微提过 叶明当时看他的眼神 让他很难堪 现在叶家想给他们单独买个院子 也不错 谁知道前几天叶明告诉他 院子还是花钊买的 文静当时差点气抽了 这个是他还没跟父母说 他不好意思 他开不了那个口 他一个京城高官家的小姐 背个农村 出身是乡下丫头比下去了 叶明看了看文家人 有些猜到他们的目的了 文家的住房也相当紧张 文平当年职位不低 但是他几个儿子都不成器 现在只有大儿子28岁 结婚多年 在单位分了一套40平的套间 老二老三虽然都结婚了 但是还住在文家 文若嫁的男人家事也一般 也是住在婆家 挤一个小房间 今天不是我妹妹请客 他还没买房子呢 叶明说道 那能是谁 姐夫 跟自己家人还不说实话 那我们当外人啊 文若大咧咧的玩笑道 我都听刘家说了 那房子卖给你了 前几天签个手续 还有赵家那个大杂院 也让你买去了 文若笑容有些僵硬 姐姐命怎么这么好呢 嫁了个好婆家 男人长得帅 有能力 对他还那么那么好 生不出孩子都不离不弃 要跟他两个人过一辈子 想起这个 他心里就不停的冒酸水 他今年二十三 结婚三年 连生了两个孩子 两个都是女孩 婆婆的脸已经拉得老长 前几天还跟他们说 孩子晚上太吵 影响他们休息了 让他们找房子搬出去住 人比人 气死人 他明明长得鼻姐姐好看 只不过晚生了几年 那是你没打听清楚 叶明说道 不信你们再去问问 那房子不是我买的 都是我弟妹买的 你弟妹 他一个农村女人 哪来的那么多钱 文亮的媳妇撇嘴道 还不是你爸妈出的钱 话说你爸妈也真是 好处都让你弟弟站了 你却连各边都站不着 他看了一眼文静 语气怪一道 不过也是 别管人家农村不农村的 人家能生 过去他说这种话 叶明会很生气 他很忌讳 别人在文静面前 提什么生不生 但是现在他坐在那里没动 脸上还保持着笑容 他发现 他过去错了 保护得太过了 反而让文静过不去 心里那道看 如果以前经常有人 在他面前提 提一千次 一万次 是不是他早就看开了 不会像现在一样 碰一下就跳农一样疼 这跟生不生孩子没关系 叶明笑道 人家农村人也有钱 他们那里是山区 山上产人参 花招的爷爷 多年前得到几颗 之前卖了一颗 换了叶身家后院 然后又卖了一颗 得了十万 买两套房子 还是绰绰有余的 文家的层次不够 不知道花招卖人参的事情 文静也不会跟他们提 文家人都瞪大眼 突然 一直不说话的老二文达 皱眉道 山上踩的人参 那得归国家所有啊 怎么能让他们私人得了呢 这是犯法 文家人眼睛都亮了 对 就是这个道理 怎么能谁挖就是谁的呢 那山是公家的 山上的一草一木 就都是公家的 还别说 确实是这个道理 靠山屯河边的芦苇 都是公家的 谁家去拔一把没事 要是成捆都往家炕 那可不行 得每年生产队 集体收割 集体分配 但是山上的资源 有点特殊 树木是不许乱砍的 得有准许 猪草随便搁 野果随便采 只要你有时间 只要你愿意动弹 因为山上的蘑菇野果太多了 全村人都去采都采不完 那每个人就遵循着原始的规矩 多劳多得 采多少都是自己的本事 总不能规定了 只许一人采一筐 剩下的烂在地里 也不让人拿走 也不能让别人 辛辛苦苦走一天 采的一点东西 分给全村人 那还有谁愿意进山 人参灵芝这种事 过去十年 也没人碰到一回 碰到的也不怎么值钱 值钱的人家也藏着掖着 不会让外人知道 花钊这是在京城卖了 藏不住了 专家已经鉴定过了 那人参有年头了 不是建国后采摘的 那就是人家的私有财产 叶明说道 其实都是瞎说 他看过了 那人参好像挺新鲜的 花钊也说了 刚采的 不过没关系 反正都已经被贺剑宁 吃到肚子里了 他们不信 就让他们找贺剑宁 鉴定去吧 第291章 心里话 文家的表情 就有点丰富多彩了 他们知道 叶明说话 虽然喜欢春秋笔法 但是他不是撒谎的人 他既然肯定的说了 那房子不是他的 是他弟妹的 那就是 再说 这是一打听就知道了 他们确实打听的不清楚 只知道房主卖了 还真没问 是不是叶明买了 听说叶家买了两套 他们想当然的以为 就是叶明叶书一人一套 结果都是叶深的 他要那么多房子干什么 他一个人也住不过来 这不是资源浪费吗 文达对叶明说道 别人家几十口住一个院子 他一个人住三个院子 太奢侈了 这是什么作风 你不管管他吗 他自己住一个 他爷爷住一个 他妈也来京城了 住一个 剩下一个 他要生两个孩子了 将来儿孙多 未必住得下 叶明说道 其实他也想不明白花 招多买一个房子干什么 闲着还遭人觊觎 不过有钱不花放 那也是放着 他自己的钱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呗 文老太太突然看着文静酸了一句 看看人家这女儿当的 出嫁了还带着妈 还给妈在京城买了套大房子 泽泽真是本事 可不像他这女儿 每次让他干点什么 他都费尽巴拉的 办成了也让他们不痛快 文家人又开始传递眼神 不是叶明的房子 是叶明弟妹的房子 他们就不是那么好开口了 但是 家里实在住不下了 文达和文明 每个人都有两三个孩子了 还都小 半夜一个哭就一屋子都哭 实在吵得他们睡不着 而且 两个媳妇都不省心 天天挤对来挤对去 还挑拨两个兄弟感情 眼看兄弟两个就要生分了 这个家 必须分了 还不能留下某一家 不然另一个不平衡 要分就都分出去 那他现在是闲着一套房子没住 哪套 文老爷子问道 胡同里那个大杂院 叶明说道 文家人知道那套房子 他们也知道 家里住不下了 其实之前也在找房子 可惜手里的钱买一套是不可能的 家里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只能买大杂院中的一两间 楼房现在都是单位盖的家属楼 职工也只有居住权 没人卖 他们就打听过 也看过刘家和赵家的房子 自然很满意 胡同投那家 但是现在求人 大杂院也不是不能接受 十多十多就行了 反正那院子够大 他们也不住那么多人 咱家的情况你也知道 文老爷子直接对叶明说道 孩子多了 住不下了 每天晚上哭得我脑人疼 我和你妈的身体都熬不住了 再过几年 孩子大了 屋里也装不下了 就要睡到客厅和厨房 你这个当姑父的 条件好 能帮衬就帮衬他们一把吧 酸父亲我求求你了 后面这句话 叶明听过无数次 但是每一次听见 他心里都非常反感 闻老爷子的这副作态 什么求不求的 让外人听见 我成什么人了 叶明说道 却看到老爷子 一脸理所当然 甚至有些得意 叶明怕外人听见最好 他就怕他不怕呢 摊上文弱男人那样的 他就是跪下 求都不好使 那才叫气人呢 叶明心里冷笑一声 脸上却真诚地笑道 您说的对 我一个当姑父的 能帮肯定会帮 二弟三弟家孩子 没地方住了 那都放到我家来 我喜欢孩子 我照看他们 文家人都是一愣 特别是文静 呆呆地看着叶明 他终于说了 他终于说出心里话了 他喜欢孩子 过去 他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他特别讨厌小孩 哭起来烦人 长大了还不听话 养孩子不如养宠物 原来都是骗他的 那这么多年 他心里是不是一直埋怨他们 第292章 借钱 文家人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想的更多 叶明终于要厌弃文静了 文静声不出来 几个大医院明确都说了 是他的问题 叶明没有任何问题 这种时候 他就是提出离婚 外人也不会说他什么的 哪个人不想有后 更何况是叶家这种人家 这种时候 文静不主动提出离婚 已经很让人在背后讲究了 文家人又开始眼神交流 有的人轻轻摇头 今天就到这吧 别把叶明惹急了 立刻把文静扫地出门 有人却是着急的点头 叶明肯定是受过了文静了 指不定哪天就要扫地出门 现在不趁着两人 还有关系占点好处 等他们离婚之后再来占吗 哪能占个毛 文老爷子认同这种观点 他也想试探一下 文静还有没有用 孩子还小 还得吃奶 哪能离开父母 文老爷子道 我的意思是 让文亮和文达一家都找了房子 搬出去 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我和你妈也能睡个好觉 他们也不用一家 几口几个房间 想找房子 想找个什么样的房子 是租是买 叶明说道 正好我最近看了很多房子 没有人参 哪里买得起房子 文老太太酸道 他也没说要借钱 叶明有多少家底 他一清二楚 都要来也买不来一间房 再说 哪有掏空家底 给小舅子买房的 说出去 他们文家可就丢人了 关键是 一间房都买不到 两个人怎么够分 那人参要是叶明的就好了 文老太太眼睛突然一亮 敢在老头说话之前说道 你弟妹 还剩了不少钱吧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你问问他 能不能借给我们用用 给你两个弟弟 也买两套房 听说只要三万多就够了 放心 到时候我们还他 叶明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这要不是自己的丈母娘 他有一百种讽刺的话 让他扭头就走 再也不敢登门 但是 他得管这个人叫妈 不行 我叶明从来不借钱 丢不起那个人 叶明拒绝的干脆 文老太太撇嘴 你和叶深是亲兄弟 什么借不借的 反正他那钱也没用 你的亲兄弟用用怎么了 又不是不还他 对了 你可是他亲兄弟 你还住在这么小的房子里呢 你也顺便买个院子吧 他还剩六万五吧 够了 叶明脸上的讽刺 就要藏不住 文老爷子瞪了老太太一眼 这个不会说话的老娘们 你妈不是那个意思 你妈的意思是 不是你去借钱 不用你开口 我们去 我们保证 还他 都是亲戚 不会差了账的 我们可以打欠条 文老爷子到 叶明说 他嫌丢人 他们不嫌啊 这个口子给他堵上 看他还怎么说 叶明说得很干脆 不行 他那些钱存在银行里 一年利息就是好几千 我一年工资也只有几百 连利息都还不起他 你们会给他这个利息吗 现在银行的利率很高 特别是死期存款 将近百分之十 文家人脸色不好 文达说话了 都是实在亲戚 怎么还要利息 眼里只有钱了 他一年的利息就是几千块 十年的利息就是几万块 你们十年之内 能换上钱吗 十年赚几万 他们每家就是不吃不喝 也是不能够的 不然早攒下钱买房子了 一下子 让人损失几万块 我可没有这么大的脸 叶明说道 文老头一脸的不赞同 都是实在亲戚 谈钱就伤感情了 叶明差一点就冷横出声 我跟你们是实在亲戚 他跟你们可就不是了 我要是有几万 会借给你们的 他的钱 你们就不用惦记了 话怎么说的这么难听 谁惦记他的钱了 我们是借 文亮媳妇忍不住说道 你娘家兄弟 也有好几个弟妹吧 听说几个弟妹家庭条件都不错 大家都发动起来 每家借一点 也许就够买房子的了 叶明不客气道 孙惠生气了 又不是我家买房子 是弟妹能挠死他 他要是敢张这个口 以后娘家门都不用进了 当人人都像文静那么傻呢 你说的对 又不是我家买房子 叶明嘴角勾起淡淡的弧度 文家人都觉得 脸上有点发热 叶明却不放过文达和文明 看着两人的媳妇道 你们娘家也有兄弟 也有弟妹吧 文达媳妇和文明 媳妇一口同声道 他们都是普通家庭 没钱 第293章 生意开始 文家人最后自然什么都没得到 气哼哼的走了 走之前 文老太太还拎着一兜子食物 都是所谓的冰箱里 什么都没有的东西 文老太太一进家门 就收拾好庄起来了 冰箱里自然什么都没有了 剩下的 她也打算今天都吃了 女儿女婿多少天 也不去她家看她一次 她就迁就她们 主动来看她们 而女都孝顺 她去谁家走的时候 都不空手 当然这个 谁指的只是两个女儿 两个儿子跟她一起住 大儿子刚刚有家 家徒四壁 还等着她帮衬呢 叶明早知道她的性情 也不在意 文家人走 文静都待在椅子上 没有动 她什么都听不见看不见了 她脑子里 只有叶明刚才那句 她喜欢孩子 叶明把人送到楼下 目送他们出了大院 才转身上楼 看到文静 还是一动不动地呆坐着 她眼神暗了暗 没有像过去一样哄她 而是自然道 时间不早了 你下午不上班吗 桌子就放着 咱俩谁下班 找谁收拾吧 说完她就想走 突然想起 兜里还有凭珍贵的药酒 不适合带到单位 就从兜里拿了出来 绿莹莹的颜色 透着清新的生命力 饮人想尝一口 她忍不住 拿出自己的杯子 按照妈妈说的 倒了一杯清水 然后滴了二滴进去 杯子里的水果然 都变成了绿色 她像喝茶一样 喝了这杯水 感觉世上再也没有 这么好喝的茶 或者酒了 文静已经醒过神来 看着她一番操作 一时撇开心底的恐惧 问道 你在喝什么 叶明捏着瓶子 看了看她 不能告诉她 这是花招给的 不然她能给她倒了 过去 到了也就倒了 一瓶药酒 但是现在 感受着浑身的暖洋洋 她舍不得了 没什么 妈妈得了一瓶药酒 分我的 她说道 文静酒精过敏 滴酒不沾 她就没让她尝尝 哦 文静看了两眼 她手里的瓶子 心里一点都不信 当她傻吗 她是从花招家回来的 苗兰芝有什么好东西 只会等他们周末回家 才会让他们带走 不会说捎带到谁家 再给她 叶明也觉得 这个借口不怎么完美 但是她这么说了 文静应该知道她什么意思 她不钻扭脚尖的时候 是个聪明人 叶明把瓶子 仔细地放到 卧室的橱柜里 然后匆匆上班去了 没有安慰文静一句 文静不信她 看不出自己的伤心难过 她 故意的 她真的不喜欢她了 她甚至真的厌弃她了 为什么 不就是孩子吗 都是因为花招 她来到柜子前 把那瓶药酒拿出来 死死地盯着瓶子 恨不得把她摔得稀碎 但是她知道 她不能 那样只会让叶明更讨厌她 第二天白天 花招又和母亲弟妹 一起去了火车站 他们家离析站 大概只有两公里 公交车几站就到了 走路也不是很远 光卖电影院门口 是不合适的 电影院门口 只有晚上人才多 白天也就那样 他们不能总是晚上去卖 越来越冷了 火车站他们之前倒是路过 但是那时候 没人有心思观察周围 有没有卖东西的 现在一看 角落里还真不少 不过大多都是卖吃的 茶叶蛋 烧饼 馒头什么的 火车站上有很多 提前一天来等车的人 就在后车室凑合一宿 吃喝就是大市场了 花招知道 现在出门的人 基本都是有钱人 等开放了 随便走了 这个市场能更大 也有一些张贵兰 看不明白的 但是显然不是 来坐车的人在四周晃荡 不时就瞄上一个人 过去嘀嘀咕咕说两句 有的人摆摆手镜子走了 有的人却跟这种人 去了更隐蔽的地方 花招知道 这是做大买卖去了 各种票 各种稀缺物品 什么自行车 手表 电视机 这里都有人卖 坐火车的 都是出差的干部吗 很多还是外地来出差的干部 他们一般都想走的时候 带点什么家乡 买不到的好东西回去 这些都是精准客户 一个想买 一个想卖 在这交易 真是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当然 这里也有很多骗子 这就得靠自己擦亮眼睛了 没看见卖瓜子的呀 张贵兰有些忐忑的 没有也没关系 你看这里管的也不严 卖别的都没事 卖点瓜子怎么了 花招说道 而且这些人 一般都提前好几个小时来等车 等得无聊 吃点瓜子 多好 更主要的是 这些人都比看电影的小年轻有钱 行吧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白天我就来这 晚上再去电影院 张贵兰说道 他就是来看看 管得严不严 不严 他就放心了 当他晚上 张贵兰的生意就开始了 第294章 希望张贵兰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带着大伟小伟和大秦 花招和小秦没去 花招本来不放心 想陪他几天 但是张贵兰没让 这几天操劳多了 他怕累到花招 至于大伟小伟和大秦 是他们自己想来 因为花招说了 家里的瓜子 他们也可以卖 卖一杯 给他们一毛钱 几个孩子差点没高兴疯了 他们终于又能赚零花钱了 所以今天他们跟过来学习来了 花招千叮宁万嘱咐 把各种房片手法都告诉了他们 才不怎么放心的 让他们跟着一起去了 而且说了 电影院他们可以去 火车站坚决不能去 那地方容易丢小孩 张贵兰也挺怕他们丢了的 第一天就没给他们瓜子 让他们卖 只让他们跟在他身边学习 别说 有这几个孩子眼巴巴的等着学习 他的胆子更大了 再说 他也不是没卖过东西 张贵兰白天做了一个 跟其他小贩很像的大口袋 斜垮在身前 里面满满的瓜子 包外面一层装着折好的报纸 别人一看就知道 他是干什么的 没等张贵兰自己推销 就有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走过来 问到他 瓜子怎么卖的 五 五毛一杯 张贵兰第一次开口 还是有些紧张 不是卖东西紧张 是太贵了 对方也很惊讶 五毛 多大杯 他以为张贵兰的杯子 比别人的大 张贵兰拿出了 跟其他小贩一模一样的杯子 是供销社最常见的一个款式 年轻人眼睛瞪得更大了 五毛一杯 快走吧 我们找别人买去 他旁边的女朋友生气道 姐姐 我家的瓜子 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特别香 不信你尝尝 大秦突然说到 他的身上也有个小胯包 装满了瓜子 临走之前 姐姐给他们的 而且说好了 这里面的瓜子不卖 是分给想买的人尝的 每人一小把 他没让张贵兰抓瓜子 给人试吃 他的手大 花招又教了一些技巧 比如说 什么人可以给 什么人不能给 而且要记好 一个人只给一次 那些占便宜没够的人不要搭理 一小把瓜子塞到了女孩手里 再看看大秦甜甜的笑脸 女孩也甩不下脸 立刻走了 这瓜子不要钱吧 女孩捏着手里一小点瓜子 谨慎地问道 不要钱 免费试吃 大秦说道 这么说 女孩就放心了 拿起一颗尝了尝 咦 还真不一样 他咔咔一顿磕 不一会一小把瓜子就没了 旁边的那朋友 这才想起来问他 好吃吗 女孩顿时有些不好意思 他想说好吃 但是又觉得太贵 对第一次出来 约会的男朋友 不敢说实话 万一他觉得 他败家怎么办 男人以为不好吃 就要带他离开 哥哥 你也尝尝 大秦又一把瓜子 塞到他手里 既然是免费的 他就尝尝 然后他就走不动了 五毛钱一杯 是有点贵 但是他第一次约会 不能给女朋友 留下抠嗦的印象 张桂兰有些惊喜 二话不说 就包好了二包瓜子 他用的纸也是普通的报纸 花招没整什么花样 没画图 也没整什么香香瓜子 这时候还不适合整品牌 树大招风 他可不想当第二个傻子 反正 他卖的不是牌子是品质 而他的品质 无人能超越 第一个顾客走了 大秦开始主动招揽 第二个顾客 他受到了启发 专门挑一男一女的客人介绍 而且主动给男人试吃 他昨天观察的时候就发现了 花钱的好像都是男人 但是有的人后 太贵了 好吃也没买 有的人却不差几毛钱 十个人里能推销出去五份 来看电影的 都是不差几毛钱的 张桂兰的瓜子 卖的有点慢 但是慢慢的 第一场电影结束 他也卖出去了一半 屋里的电影也散场了 一批人走了出来 结果很多人直奔张桂兰 一包瓜子吃完 根本不够 而且越想越好吃 就想继续吃 看到张桂兰还没走 他们高兴坏了 再来二倍 我也要二倍 我要四倍 好几个人同时说道 大家一看 急了 周围这些人 都是冲着这瓜子来的 而张桂兰包里没多少了 纷纷掏钱 争着交易 张桂兰享受到了 其他小贩的待遇 被包围了 等几圈人散开 他的瓜子就卖完了 还有从其他地方 赶过来的买过的人 本来有些犹豫 要不要买 现在一看这情况 只恨自己刚才走得慢 你明天还来吗 有人问道 来 来 六点我就来 张桂兰道 那行 明天多带点 好的好的 张桂兰喜滋滋的脚下生风 带着三个孩子回家了 他没回自己家 直接来到了花招家 跟他分享这个好消息 看到张桂兰脸上 从未有过的激动笑容 花招很高兴 母亲的生活里 又充满了希望 第二百九十五章 学习 张桂兰是真高兴 就在不久之前 他觉得 他这辈子就这样了 在刘家做牛做马 看着四个孩子长大成家 这辈子也就过去了 后来 母亲带来花招结婚的消息 然后 他发现 花招跟他想的不一样 再后来 他回到了乡下 他有了自己的房子 四个从前跟他不亲的孩子 也变得清静起来 日子好得像做梦 然后刘家又来呢 然后他就离婚了 这一年发生的事情 比过去十年发生的都多 好在有花招在 问题都解决了 日子又平静下来 但是很快 又翻天覆地了 他和孩子们来到了京城 他一年的收入 可以达到几千块 攒几年 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买一座房子 在京城扎下根来 让孩子们都过上好日子 这就是他这辈子 最大的愿望 今天的瓜子都卖出去了 张贵兰见到花招就高兴道 顺利吗 有人找麻烦吗 花招问道 顺利 顺利 张贵兰摸着大秦的头发 今天多亏了大秦 好多生意都是他做成的 大秦害羞又得意地笑笑 大伟和小伟在旁边 有些不好意思 他们刚才的表现 确实不如妹妹 他们有点张不开口 过去 他们上山采蘑菇很积极 但是他们 从来没跟妈妈 一起出去卖过蘑菇 冷不丁地要向人推销 他们不好意思 大秦年纪小 胆子大 倒是很好意思 花招也发现了 大秦好好培养一下 是个做生意的料子 以后见到钱 你们就好意思了 花招对大伟小伟笑道 然后对大家道 我们来数钱吧 好呀 几个孩子都欢呼起来 张贵兰也一脸笑 把紧紧挂着胸前的 一个小兜子摘下来 倒在桌子上 都是毛票 最大面值就是一块的 你数一块的 你数五毛 你数两毛 你数一毛 花招给四个孩子分配了任务 看电影的都是年轻男女 谁也不好意思 拿着一打分票买东西 桌子上的钱很快数清 七十五块钱 一毛不差 张贵兰今天带走了十五金瓜子 这么多啊 大秦惊呼道 他上学没几天 还没算明白一斤五块 十五金能卖多少钱 大伟却是在心里算了一路了 但是直到现在 他才敢确信 真的有这么多 过去 妈妈一个月的工资 也才二十多啊 这几乎是他三个月的工资 结果 他们一晚上就赚到了 一天七十五 十天七百五十 一个月是 他也梦了 花招笑道 不用这么算 咱们家就一千多金瓜子 你想卖到天长地久 也是不可能的 哎 四个孩子顿时被泼了冷水 清醒了 张贵兰却还是激动 一千多金 那也是五千多块钱啊 过去 我得不吃不喝咋二十年 他非常知足 嗯嗯 大秦也反应过来 明年我们还能继续种瓜子 继续买 我们去哪种瓜子 回靠山屯吗 大伟问道 几个孩子脸上顿时愁了 他们不想回靠山屯 其实那里挺好的 他们在那的几个月过的 也很开心 但是 姐姐在京城不回去了 花爷爷也在京城了 他们也喜欢京城 这是京城呢 再说 靠山屯还有可怕的花山一家人 他们不想也不敢回去 这个问题我来解决 花招说道 明年春天保证 让你们种上瓜子 秋天继续买 万岁 小点声小点声 张贵兰赶紧制止孩子们 这里左邻右舍离的都静 隔壁咳嗽一声 我们都能听见 以后在家说话也小点声 今天的事 谁都不能说出去知道吗 才不入白 小心贼垫鉴 嗯嗯 几个孩子连连点头 这个道理 妈妈经常嘱咐 他们都懂 第二天一早 张贵兰就自己去了火车站 花招和孩子们都在家 学习 按理应该马上送他们去学校的 叶家也说了 学校不用他操心 他们会安排好 就是这附近的小学 教学质量还非常不错 但是花招没让孩子们去 这里可是京城 一般六七岁的孩子 都上一年级了 大伟十岁了才上两年纪 小伟八岁勉强可以 大琴倒是正好 小琴却要去幼儿园 马上过年了 他们就又长了一岁 关键是 花招怕他们跟不上学习进度 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自信 再一下子打击没了 所以 他打算借来京城小学的书 打听打听 他们都学什么 在家给他们补补课 至于他自己 挺着个大肚子 可别想挤进任何学校了 那就败坏校风了 反正他已经在一个高中挂名了 就安心等着明年高考吧 快到中午的时候 张桂兰喜滋滋的回来了 他早上同样背了15斤瓜子出去 现在也卖完了 虽然用了晚上几乎两倍的时间 火车站买瓜子的人比电影院少 问十个人才有一个买的 别人都嫌贵 他还挨了几句骂 要不是试吃的瓜子 堵住了他们的嘴 他现在都不一定能回来 没准还要挨打 但是他依然很高兴 比昨天更高兴 我发现 卖鸡蛋卖饼的生意也不错 虽然赚得少 一个就几分 但是积少成多 也是钱 这样瓜子卖完了 他依然能有收入 第296章 班来住 你放心吧 只要你想出去卖东西 我保证 你有卖不完的花样 花招笑道 什么花样 张桂兰有些好奇的问道 等瓜子卖完了再说吧 多了你也卖不过来 花招道 这倒也是 下午 张桂兰没有出去卖瓜子 他没忘了自己的主要目的是陪花招 花招当了一上午 老师也累了 辅导一二年级小孩子的作业 是真折磨人 他努力忍着 才没让自己好姐姐的形象崩塌 下午 他要休息 叶叔过来找他完了 顺便带来了那筐 本来就要送给他 但是一直没空拿来的橘子 他骑着自行车 车前车后绑了好几袋子才装过来 妈妈自己一点都没留 他算知道了 花招现在的地位比他都高 因为过去他每天多吃几个橘子 妈妈都心疼 想到这个 叶叔就跟花招说了 妈妈的好 得让他看见 婆媳关系和睦 家庭才会和睦 花招笑咪咪 妈妈真好 一会儿你回去的时候 也给他带点好吃的 我从老家带来了很多水果干 干吃和泡茶都不错 还可以泡茶 叶叔问道 之前花招也给他游击过水果干 是非常好吃 但是没说可以泡茶 花招一拍头 看 我给忘了 水果茶 在他印象里应该是不用说的常识 哪有干吃的 却忘了现在的人可能都没听过 我泡一杯你尝尝 花招立刻动手 其实他手里的水果种类不丰富 只有蓝莓 草莓 葡萄 苹果 梨 东北能产的水果太少了 他要是生在南方嘛 现在能整个白果茶 但是他手里出来的水果 那味道是任何同类水果都不能比的 一杯果茶泡出来 叶叔立刻被征服了 你怎么这么会生活啊 他感叹道 因为我过去的日子 不用学习 也不用工作 每天就想着怎么吃 花招笑道 叶叔扑斥笑了 听说你过去二百多斤 我一直忘了问你 真的假的 真的 二百都少说了 实际是二百六十斤 哇 叶叔惊叹得不行 你是怎么瘦下来的 怀孕了 吃不下饭 就瘦了 花招道 叶叔的表情立刻有些扭曲 他憋了半天 憋得脸都红了 才问出那个 他一直想问 但是一直没好意思问的问题 你跟申哥 当初二百多斤 他 他怎么下得去手 花招捂着脸嘻嘻笑 靠近他 小声道 看在你是我好姐妹的份上 我跟你说实话 你说 叶叔激动的等着下文 实际 是我先动手的 我力气大 他反抗不了 花招道 叶叔张大嘴 花招哈哈大笑 叶叔也笑了 他不信 花招这么漂亮 二百六十斤 肯定也漂亮 就像杨玉环 至于说 弟弟力气小 他更不信 他弟弟就是 有不为人知的癖好 两人嘻嘻哈哈半天 花招突然想起问道 你不是把工作掉这边来了吗 但是 我看你怎么像是没工作了 也不去上班 我不想动 有几个演出都推了 叶叔说道 等风头过了再说吧 你是不知道 一群女人多的单位 是多么恐怖 他们眼里就没有其他事情了 只有别人家的机灵狗碎 他可以想象 他要是出去上班 别人都不敢跟他说话 说也是两面三刀 当面对他笑嘻嘻 背后却又嚼舌根 虚伪的让人想吐 而且 我三十岁了 过年就三十一了 叶叔啊的大叫一声 其实虚岁都三十二了 我是老女人了 三十二的年龄 对现在的演艺生涯来说 真的是高龄了 该退居二线了 他过去的主要演出 是舞蹈和话剧 更喜欢年纪小的演员 而且 他又是空降过来的 人家原来坑里都有萝卜 还是年轻萝卜 他凭什么跟人家挤啊 靠家世 那不是欺负人吗 他不羡 不靠家世 这里也不是他熟悉的团队 而是人才积极的京城 之前分给他的工作 都是配角 他沦为配角了 他心里接受不了 就没去 那你就换个工作 花招建议道 反正现在的演员赚的也少 他还是文兵团的 跟后世天价片酬的女演员没法比 当然比现在的普通人工资是多多了 我舍不得钱 我想买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不想住在家里了 我要被妈妈逼疯了 叶叔直接说道 我借钱给你啊 花招说道 本来有十万的时候 他不打算借的 怕生米恩豆米愁 但是接触多了他就发现 叶叔不是那样的人 以后他绝对还得起这个钱 再说 他现在又有六十万收入了 不借个两三万给叶叔买房子 都说不过去了 就是叶明 他都想借呢 看看哪天有机会 跟他提一提 叶叔没有张口拒绝 而是沉默了一回 说道 等我有需要的时候 再跟你说吧 现在没看见什么好房子 如果花招只有十万 他也不会开口 但是六十万 花招又是一副不在乎钱的性子 他也就不矫情了 他是真的要被妈妈逼疯了 你知道吗 我不同意乡亲 他前天就直接把人带到家里来了 叶叔抓狂道 他到底想干什么 婚姻多么恐怖 我好不容易跳出来 他为什么又要把我往火坑里推 孔杰磨灭了他对爱情 对婚姻所有的美好幻想 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结婚了 你都要三十一了 他怕你结婚晚了 不好生育 老了孤单啊 花招说道 叶叔一愣 你倒是知道他的心思 这个问题 他当然也问过母亲 母亲就是这么说的 在他们这辈人眼里 家庭 孩子 就是靠山 是老了的依靠 不然晚年成了孤寡老人 多凄凉 你多生几个孩子 我老了 能不能经常来你家串门 叶叔玩笑道 但是花招看到了 他眼底的忐忑和荧光 他心里顿时跟着难受 算一算 叶叔是四十年代生人 他也是真正的老一辈 那些思想他肯定也有 他其实也怕自己晚年孤独吧 你现在就过来吧 花招拉着他的手 我妈刚来 又没工作又没户口 他心里慌得不行 我给他找了个卖瓜子的银上 他白天晚上都要出去赚钱 我在家也好无聊啊 跟爷爷和弟妹在一起 到底不如你 跟你在一起有话说 他说的真诚又认真 叶叔心动了 他朝窗外看去 正好看见张桂兰和孩子们 都在厨房里 一边做饭 一边讨论着生意经 什么样的人 看着像能买的顾客 什么样的人只是来试吃的 根本不想买 什么样的人没钱 好吃也不会买 几个人讨论的特别有劲 看来是真的忙着做生意呢 生意不错呢 瓜子卖五块钱一斤 他下午不出去 最少耽误赚七十五块钱 别看他不说 心里肯定很心疼 花招也看着窗外笑道 哇 这么多 我都想出去卖瓜子了 叶叔玩笑道 这个真是开玩笑 就算能赚七百五十 他也绝对不会去广场上卖瓜子 来嘛来嘛 我妈晚上不住在这 爷爷又住在后院 我一个人在前院 其实晚上可害怕了 万一有什么事 我喊破喉咙 都没人听见 花招摇着叶叔的胳膊说道 叶叔觉得自己没理由拒绝 好吧 第二百九十七章 问过才知道 叶叔回家的时候 苗兰芝还没下班 他赶紧划拉几件衣服 就往花招家跑 不然母亲知道了 没准要拦他 走之前 他留下了花招送的果茶 还有一张纸条 苗兰芝下班之后发现 扭头就追到花招那了 当然他更多的是 想看看他大孙子 一天没见 就怪想的 你来这干啥 还得让花招给你做饭 苗兰芝嫌弃道 我也可以给他做饭 正好顺便练练手艺 省得你老说我做饭难吃 以后 在婆家站不住脚 叶叔笑道 他没敢告诉母亲他 这辈子不嫁了 那样朝他来的火力会更猛 要学手艺以后学 现在拿你练手的东西 给花招吃 别饿着我孙子 苗兰芝更嫌弃 哈 叶叔只能干笑 现在都不是我做饭了 我妈做 累不着我 花招说道 您就让他留下来陪我吧 我一个人在这挺害怕的 苗兰芝看看这大院子 当初住了一院子人 晚上都安静的显得空旷 现在祝花招一个人 可不是害怕 那就让他在这吧 苗兰芝道 其实他也觉得 女儿现在就相亲不好 刚离婚就找下家 好像等不及时的 那些人其实也不是他主动找的 是别人拼命推给他的 他看着条件也不错 也怕错过了 就让叶叔去看看 既然他不愿意 就等等吧 好饭不怕晚 苗兰芝在这里吃过晚饭才走 张桂兰和孩子们也跨着包 出发了 这次 孩子们的包可不止是试吃了 他们也要开始卖了 一杯分他们一毛钱 一斤就是一块钱 他们每个人的包里 都有五斤瓜子 卖出去就能赚五块钱 挖他们一个月的工资 比普通工人都多 这让不好意思的大伟小伟 都勇敢起来 今天就要开始做生意了 电影院门口 很多人正在等着他们 今天的瓜子商贩们有些奇怪 买瓜子的人少了 网天他们问个人 十个有七个买的 今天倒好 就两个 结果一打听 原来他们是在等 昨天新来的那个 带着孩子卖瓜子的女人 再一打听 人家竟然卖五毛钱一杯 昨天他们就看到张桂兰了 同行是冤家 能看不见吗 好在这市场大 他一个人一个包 也抢不了多少生意 但是现在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 五毛钱一杯 还有这么多人等着 什么神星瓜子 张桂兰六点 准时出现在电影院门口 一下子就被人围住了 怎么才打啊 等半天了 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 给我来两块钱的 我要四块钱的 我要五块 一杯一两 真的太少了 几分钟就吃完了 根本不过瘾 但是再多买 就有点奢侈了 他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啊 好在他们也不是天天来看电影 一个月能来一回就不错了 所以大家都很舍得 叔叔 我这也卖瓜子 跟我妈卖的是一样的 大秦抬头说道 结果大秦立刻也被人围住了 我哥哥他们那也卖 大秦还为大伟小伟推销 大伟小伟不用自己开口招呼 就有生意上门 他们只需要装瓜子 收钱就好了 倒也没时间不好意思 人群散了一波 又围上一波 本来昨天没买过他们瓜子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看到这边生意这么火爆 他们也挤进去买了点尝尝 大家都抢的 肯定是好东西 李小江 就是之前第一个卖给花招瓜子的小贩 也挤了进去 买了一杯瓜子尝尝 瓜子一入口 他就输得心服口服了 原来那天那个漂亮孕妇 不是有钱乱花 见谁的瓜子都买 人家是考察市场来了 小江 什么味啊 我尝尝 另一个小贩凑到李小江旁边 虽然通常是冤家 但是李小江是第一个在这广场上卖瓜子的人 从他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卖了 其他人都是跟风的 在李小江面前硬气不起来 李小江也会做人 跟这里的几个小贩虽然没混成好哥们 但是也从来没有矛盾 李小江捏了几颗瓜子 给这人尝尝 就这么点 来人还有点嫌弃 不是他不会做人 但是就给他三五颗瓜子 这也太少了 也不是小江的为人啊 想吃自己买去呀 五毛钱一杯呢 贵死了 李小江道 其实他是舍不得 抢这一杯可不容易 看张贵兰的包围圈 等他再挤进去 不一定还有了 早知道刚才多买点了 他做了十来年小贩了 有的是钱 来人已经不说话了 三五颗瓜子 已经让他知道 人家生意为什么那么好了 他在拿整的瓜子 他小声道 李小江也在想这个问题 这几天他得出去打听打听 京城周边哪个生产对产这种瓜子 我看不是京城的 是外地产的 他们是外地人 李小江道 不管是不是 先让对手死了心 对 是外地的 那人看着人缝里的张贵兰道 那天张贵兰也在他手里买过瓜子 他也惊艳过花招的美貌 也看出这几人的吐气 你去问问他 他对李小江道 别看李小江又黑又瘦 像个皮猴 但是他能说会道 跟谁都能出好关系 他就不一样了 用别人的话说 他看着就不像个好人 他怕他过去说 适得其反 你要是有这瓜子 你会告诉别人吗 李小江问道他 男人立刻把脑袋摇得像波浪鼓 看两个人聊得热闹 其他小贩也围了过来 他们倒是难得的凑到一起 脸皮厚的 也管李小江要了点瓜子尝一尝 尝完都没话说 人群终于散开 露出里面的张贵兰和几个孩子 每个人的兜子瘪瘪的 只剩个底 李小江立刻过去 买了一斤回来 仔细装好 别跟自己的瓜子混了 他打算回家自己吃 又有几个小贩对视一眼 也去买了半斤或者一斤瓜子 他们都不差钱 张贵兰又在人群里赚了几分钟 瓜子就都卖完了 母子四人开开心心的手牵手回家了 李小江看着他们的背影 决定改天去他们来的路上等一等 瓜子哪来的 能不能告诉他们 问过才知道 第298章 征服夜书 花招看他们这么快就回来 就知道他们今天的生意不错 有人找麻烦吗 其他小贩什么反应 花招还是最关心这个 没有 都挺好的 张贵兰有些担心到 只有一个小贩来买了一杯瓜子 然后他们几个 就都聚在一边嘀嘀咕咕 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后来又有几个小贩 来我这买了挺多瓜子 没事 他们不会做什么的 我们又没抢他们多少市场 花招说道 他们再来 你就告诉他们 自己家产的瓜子 卖完就没了 祝他们生意兴萌 那些小贩 不可能是乡下的农民进城 来赚外快 只可能是城里的无业人员 专业干这个的 76年了 虽然不是所有知青都回城了 但是有门路的都回来了 然而并没有那么多工作安排给他们 他们只能闲在家里 再赶上政策松了 街头巷尾的小商小贩就多了 他们长年干 他们却只卖一两个月 冲突不大 有花招指点 张桂兰就放心多了 带着孩子们开心数钱 今天他背了20斤瓜子 三个孩子一人5斤 就是15斤 但是试吃用掉了一些 到底有人没买过 买之前得尝尝 最后数下来 一共165块钱 再加上白天的75 今天一天就赚了240块钱 看得夜书都跟着眼热 钱怎么这么好赚啊 他从来不知道 这可跟花招挖人参赚大钱不一样 那个可遇不可求 全中国也没几个像他一样 靠人参发财的 但是卖瓜子不一样 谁都能卖 连小孩子都能卖 虽然说花招的瓜子好 卖得贵 但是只看其他卖两毛五的人吧 听说人家生意也不错 卖得比张桂兰都多 收益除以二 人家一天也赚一百多 一个月就是三千多 过去他从来不可能 想到一个小贩 就这么赚钱 夜书还在惊叹地回不过神 张桂兰已经把钱放在花招这 领着孩子们回家睡觉去了 他家那条胡同 只有几家独门独院的 其他都是大杂院 人多眼杂 贤汉也多 他害怕 还是放在花招这里他放心 这条胡同住的人就不一样了 周围人也知道 这里住着谁 万一真有小偷来 不知实情 进了院子都得打出 这么大的院子 那得住着什么人家 一般小贼可得罪不起 花招把这些钱 都放在一个专门的木头箱子里 说道 是啊 现在的钱真是太好赚了 这是个黄金时代 此时已经出现端倪 等到了几十年后 流动摊贩 随便卖个瓜子 一个月就想挣出别人七八年的工资 那是做梦 但是现在 只要敢干 遍地都是钱 随便捡 但是赶的人太少了 一来怕抓 二来怕丢人 有些人就是明知道赚钱 也不会放弃自己 勉强维持温饱的工作 出去摆摊的 丢不起那个人 也许是千百年传下来的商人低贱思想 也许是之前打击私营经济太狠 大家觉得小商小贩 个体户是个很丢人的职业 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去干 接下来几天 有叶书的全天后陪伴 张桂兰也放心了 每天都是火车站 电影院两头跑 赚钱赚得飞起 他也感觉到了捡钱的乐趣 根本停不下来 火车站的市场 还是那么不运不火 因为没有老客户 每天的客户 几乎都是全新的 但是一个白天 也能卖出三十斤 晚上 他和孩子们加起来 一共能卖五十斤 一天就卖八十斤 花招一看 这不行啊 家里的瓜子 十几天就要卖完了 他得开始着手新的东西了 张桂兰都来催过了 他想到瓜子就要卖完 他真是痛病快乐着 每天赚钱好开心 花招拉着叶叔去逛街 他非常好奇 花招说的新的赚钱方法是什么 花招说 那是个不逊色于瓜子的生意 他可知道 瓜子的利有多重 自己家产的瓜子 哪有什么本钱 两人来到了华侨商店 你要买什么 叶叔好奇道 什么赚钱的生意 跟华侨商店有关 还是张桂兰能做的 不是他瞧不起张桂兰 他看得清楚 以张桂兰现在的水平和胆子 只能在火车站 和电影院门口卖零食 让他卖电视机 他自己还没看过几回电视呢 花招家倒是有个彩色电视机 但是让他放到后院给爷爷看了 他可不爱看现在的电视 花招静止来到了西点区 华侨商店 面对的都是华侨甚至外宾 普通人想进门都得看级别 买东西要么用美金 要么用华侨券 单纯的人民币 人家都不收 西点区全是面包和糕点 而且都很贵 一个小面包一块钱起步 做的都是地道的外国口味 导腾这个可不行 贵 保质期短 卖不出去就砸手里了 买面包我买原料 花招在角落里找到了原料区 这里卖沙拉酱 番茄酱和各种烘焙材料 他看到了他的目标 黄油 一盒两斤重的黄油 加券十块钱不贵 当然只是对他或者华侨来说 你要回家自己做西点 你会做 叶叔好奇道 如果自己做的话 那成本可就大大降低了 那一个小面包 需要多少钱面粉 一分还是二分 这可比瓜子挣钱 我们去买烤箱吧 叶叔拉着他就要上楼 等等等等 先不买烤箱 花招说道 你也说了 糕点不好卖 容易砸手里 而且费时费力的 你以为揉面包容易吗 比揉馒头费劲多了 得揉出筋膜 一天也做不了几锅 赚不了钱 那你要干什么 叶叔更好奇了 回家你就知道了 花招卖关子 回到家之后 他直接进了厨房 从粮食柜里 拿出一小袋玉米 为了这袋玉米 他可费了不少心思 这是他趁叶叔每天练武的时候 偷偷在厢房里 用花盆培育的 有点类似爆裂玉米的玉米 颗粒小 细长 结构紧致 硬实透明 做爆米花最好 不然现在普通的玉米 只能用那种专业的爆米花锅炉 才能蹦出来 那他就做不了 奶油爆米花了 是的 花招打算做奶油爆米花 他培育的种子 再加上他的奶油口感 完全可以征服所有人 平底锅也是修房子的时候 就准备好的 而且很大 他没事需要捞个饼什么的 现在用来做爆米花正好 锅盖要是再加工一下 带搅拌功能的 现在先整一锅奶油爆米花出来 征服叶书吧 第299章 商业机密 十几分钟 一锅奶油爆米花就做好了 还没吃到嘴 那甜甜的奶香味 就已经征服了叶书 等尝过之后 更是没话说了 只知道低头猛吃 你怎么这么会啊 爆米花他当然吃过 从小就吃 但是那味道跟这个没法比 花招笑笑 却知道 现在需要的是包装 如果有大纸杯就好了 当然这个想想就算了 纸杯这种存在 现在都不一定有呢 他一个私人 能去找包装厂盯制吗 再说 那原料未必符合卫生标准 还有 有了特定的纸杯 就招人眼了 还是用塑料袋吧 76年了 又在京城 想买点塑料袋 还是不成问题的 叶书果然说他能买到 一会儿就去给他买 这玩意 不是普通人可以大量得到的 最好直接去厂家药 这是叶书有朋友能办的 花招放心了 接下来的时间 他就在一锅一锅炒爆米花 他一共培育了十来斤爆裂玉米 张桂兰下午回来之前 这几天上午学习 下午花墙就带他们出去溜达 多走走 掌掌见识底气 也省得他们丢了找不到家 哇 什么这么香 孩子们都朝厨房冲来 结果就看到了一屋子的爆米花 用大筐装着 满满三大筐 花招培育的玉米太好了 太出树了 本来一粒小玉米 结果开得跟夺小棉花似的 花招给他们一盆不冷不热的 他觉得这个温度最好吃 尝尝 几个孩子愣没认出 这是爆米花 他们吃过的爆米花 都是黄色的 带渣嘴的皮 还带一块咬不动的根 味道也就那样 有一点点香 但是现在这是什么 白白软软的奶香味 好吃死了 这是棉花糖吗 大秦问道 这是他这几天出门 无意中听见一个小朋友 管家长要的 一听就好吃 但是他没见过 这就是爆米花 花招说道 张贵兰看着满满三大筐 已经知道 这就是他的新生意了 再尝尝味道 高兴的眼泪都要掉下来 怎么办 他问道 一塑料袋五毛钱 花招比了个塑料袋的大小 当然是小袋子 大袋子赔死了 不对 赔是绝对赔不上的 但是赚的就少了 一斤玉米能出多少袋 张贵兰问道 按照时代装吧 花招道 这样一斤就是五块钱 吃着香香甜甜的 你还放了什么 贵吗 张贵兰在核算成本 放了 好东西 不贵 一斤五块钱 能做一百斤吧 花招道 因为屋里还有不懂事的小琴在 他就没说放了什么 这是商业机密 省得小孩子无意间说出去 或者被套话 张贵兰已经捂住胸口 不能呼吸 这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他一天卖八十斤瓜子 赚四百块钱 但是瓜子就那么多 十几天就卖完了 他以为他以后得去卖烧饼鸡蛋 一个赚几分 一天赚几块 日子又回到平凡 但是花招告诉他 他以后可以继续 每天赚几百 两个月 他就可以攒够钱买房子了 两年 他可以 他不敢想那么远 先抓住眼前吧 今天晚上 我们就不卖瓜子 卖这个爆米花吧 张贵兰道 那瓜子是绝对能卖出去的 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耽误 他现在急着试试这爆米花的市场 别是自己空欢喜一场 叶书也很积极 立刻骑车出去了 一个小时之后 拿回了一肚子透明塑料袋 他也很想知道 花招会不会一天赚几百块 张贵兰也在跟他算这个账 第三百张 喜欢钱 之前的瓜子 咱们说好了 你的那几百斤 按一块钱一斤的成本给我 妈妈就占你这个便宜了 回到屋里 张贵兰当着大家的面对花招道 但这爆米花 逐一是你出的 材料我出 我去卖 到时候 咱俩一家一半 他觉得 其实应该给花招更多 那点本钱和人力值什么钱 花招的逐一 才是最值钱的 不然普通爆米花 五分钱一兜子 都不一定有人买 但是他也知道 花招什么人了 花招这是在拉扯他呢 给多了花招不要 两人推来推去 算那么明白 倒伤感情 反正他的那一半 最后也是几个孩子的 他也会跟几个孩子说清楚 他们姐姐出力最多 大头都是姐姐的 花招对一人一半的分配 没什么意见 就这么定了 他又对四小之道 跟瓜子一样 卖出去一袋 还是给你们一毛钱 这钱从我那一半里出 张贵兰立刻道 不用 也是我们一人一半吧 花招笑道 好人不能都让你自己当了 得让他们记着我的好 张贵兰也笑了 是这个道理 四小之已经笑得见牙不见眼 其实他们每个人兜里 已经有了同龄人 想象不到的零花钱 他们也没空花 也不想花 他们有时候觉得 钱其实挺没用的 但是他们还是喜欢钱 过去那些年里 他们耳边常常听见 爷爷奶奶爸爸哥哥的声音 今天给他们交学费 花了他们留家多少多少钱 今天给他们买衣服 花了多少多少钱 今天给他们买粮食 花了多少多少钱 今天给他们 花了他们留家多少多少钱 他们一直在花钱 花得他们抬不起头来 觉得自己的存在 就是个负担 现在他们有钱了 有好多好多钱 虽然是姐姐和妈妈给的 但钱还是让他们有底气 万一哪一天 姐姐需要钱了 他们能拿出 好多好多钱给他 不想了 赚钱赚钱 孩子们立刻动手 小心翼翼地往袋子里 装爆米花 万一有不小心掉到地上的 立刻捡起来 自己吃了 张桂兰挨个在旁边称称 务必保证每带一两 只多不少 当然也不能太多 不然心疼 最后四个人背着三个框走了 今天怎么才来啊 晚了十分钟 刚走到电影院门口 就有人围住他们 语气埋怨 不好意思 今天有事 张桂兰道 而且不卖瓜子 他还是不怎么会说话 一句话就把人火气说起来了 我们今天换了新的东西 比瓜子更好吃 大秦立刻说道 大哥哥你尝尝 这是香香爆米花 大秦身前有个兜子 里面装的是食品 而且为了保护商业机密 花招没有告诉他们 这是奶油爆米花 而是随口取了个名字 一把白白的东西举到眼前 淡淡的甜腻的香味飘进鼻子 年轻男人已经不生气了 他也不嫌弃小孩手脏 这小孩手看着挺干净的 指甲很短没有泥 他接过来尝了尝 立刻问道 这是爆米花 怎么卖的 五毛钱一大袋子呢 大秦说道 大伟立刻从身后的框里 拎出一袋子 一袋子爆米花 和一袋子瓜子 同样的重了 但是他绝对够大 一看就很划算的样子 反正五毛钱也是准备买瓜子的 没有瓜子 给我来两袋 男人当然不是一个人来看电影的 身旁正在相亲的女孩 一直很疏离很安静 直到一袋爆米花落在他手里 他才看着男人笑了笑 男人也笑了 觉得这爆米花真值 生意这就开始了 本来等瓜子的人等不到 等来了稀奇又好吃的爆米花 似乎也不错 爆米花虽然有三框 但是只有十斤 转眼就卖出去了 张桂兰也不嫌今天赚的少 领着孩子开心的往家走 他家的瓜子是稀缺的 明年的还不知道在哪 这爆米却是随便买的 几分钱一惊要多少有多少 他不知道 花招正在借着尿顿的时间 匆匆去厢房培育了两颗玉米出来 收获之后藏在角落里 然后赶紧回屋 回去晚了 叶叔就要出来找人了 看来他得找个地方 一次多收获一些 省了一颗两颗的倒腾 还吓人 第301章 谁给你的脸 张桂兰回来的时候 自然是兴高采烈 花招告诉他 家里的玉米不多了 明天去买 让他明天白天继续卖瓜子 晚上卖爆米花 奶油爆米花这种甜腻的东西 火车站的大佬们未必会喜欢 花招觉得他们 也许会喜欢瓜子更多一些 张桂兰也是这么想的 对于家里没有玉米了 一点不在意 花招这没有 他那还有呢 花招跟叶叔说 他想去买来的那个大杂院看看 看他干什么 叶叔奇怪道 我的房子到手了 我还没去看看呢 花招拉着他就走 看看哪里该修该补了 就修修补补 不然别塌了 那倒也是 那院子破得不成样子 叶叔说道 反正也不远 两人溜达着就去了 结果老远就看见一个男人 在门口来回徘徊 不时往里张望 甚至还会登上墙头往里看 叶叔立刻皱眉 这人怕是以前住在这里的 那些不死心想搬回来的人 他想拉着花招就走 他觉得自己一个人 解决这男人没问题 但是花招可不能磕碰一下 还是避一避好 花招也不逞强 跟着他转身 但是男人已经看见了他们 看他们掉头就走 立刻确定了他们的身份 哎 你们别走 这房子是不是让你们买了 男人大声喊道 他都打听了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房子是几个女人来看的 最后让一个大肚子的 漂亮女人买去了 胡同头那家 给漂亮女人他妈和弟妹住了 这个院子空着 一条胡同都是大杂院 就有闲人听见动静 从里面出来 站在门口张望 叶叔反倒不走了 光天化日 他还能干什么 他想干什么都不好使 他一招就能解决它 叶叔跟花招走回去 他站在花招侧前 冷力地看着男人 这房子是我的 关你什么事 不是他身后 这个大肚子女人的吗 男人疑惑了一瞬 不过这都不重要 他们是一起的 你谁啊 资本家大小姐啊 买了房子空着不住 而我们这些穷苦老百姓 连一间破物都没有 你也太腐败了 我要去举报你 男人嚣张道 这句话 放到十年前 绝对像炸弹一样好使 但是现在嘛 叶叔冷笑一声 这房子原来姓赵 赵大资本家的 怎么了 国家当初 都没说强占人家房子 只不过跟人家说好了 拿出来租给你们而已 现在国家又说了 不租了 要还给人家 你们一群租客 还想纠占却朝当主人了 谁给你的脸 我 男人急得脸红脖子粗 他显然不是个能说会道的 几句大道理 就让他无语了 当然叶叔说的也是实情 一开始这房子是别人家的 天大的馅饼掉他们头上 分给他们住 后来也是国家说了 不租了 让他们搬出去 都是国家说的 但是他要是讲理的人 现在也不会在这了 我不管 我家没房子住了 一家老小时好几口人 挤在一间破屋里 都要急死了 你这却空着 我不白住你的 我要搬回来 我给你们房租 反正 他现在分那个破房子 也是要交房租的 一个月三块钱 不好意思 不租 叶叔说道 你凭什么不租 反正 你空着也是空着 男人气急了 指着叶叔的鼻子骂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大小姐 当年吸我们穷苦老百姓的血汗钱 发了家 买了房子 现在国家放你们一马 你们不知道感恩 还看着我们穷苦老百姓受苦 简直桑尽天良 我要去告你 花招无语地看着男人 他过去生活的年代 是绝对不会有人说出这种话的 但是眼前这个男人 那副表情 仿佛他在说什么真理 如此的理直气壮 看热闹的人 大多也是一副 他说的对的表情 他串来的时机 其实是比较合适的 76年 疯狂已经进入尾声 大家慢慢都冷静下来 学会了思考 如果再让他早来十年 他能怀疑人生 你去吧 快去 不然一会下班了 叶叔说完 拉着花招就走 男人却气狠了 扑过去拉叶叔 叶叔等他手落在自己的肩膀上 才一个反手捏住 怎么 光天化日 耍流氓啊 说完 一脚把他踹飞 第302章 下了血本 男人一下飞出两米 倒在地上梦了 他被个娘们踢了 还当着这么多老邻居的面 丢死人了 但是他没有抱起反击 而是眼睛一闭 晕了 哎呀 打死人了吧这事 立刻有个女人 阴阳怪气道 但是他立刻被身边的男人 瞪了一眼 拉了一把 进屋去 有你啥事 那张老四 是个什么好东西 过去人嫌狗憎的 他们这一条胡同 谁不希望他们一家早点搬走 现在却要帮他说话 女人撇撇嘴 不说话了 但是没有回屋去 他也想看看 这新邻居是哪路神仙 一下子买两套房 住一个空一个 他们不是张老四那样的人 但是回头看看 自己家住的小厢房 心里也酸啊 叶叔看看地上放赖的人 又看看周围的邻居 对他们道 我家就在胡同头第二家 他一会儿要试死了 你们就去找我 我负责 说完拉着花招就走 张老四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打了人你还想走 赔我医药费 物工费 哎呦 我肚子疼 哎呦 我要死了 刘嫂子 你快去纺织场宿舍 找我妈来 一开始帮他说话的女人嘴一撇 纺织场好几个宿舍呢 谁知道你妈在哪 说完扭头进了院子 张老四在地上磨牙 想讹人 要死了 叶叔撸起袖子 好啊 我让你讹得货真价实 说完他就冲过去 对地上的男人狠狠踢去 他踢得很有技巧 保证让人又疼 又查不出伤来 张老四挨了几下 就知道自己碰上了硬茬子 嗷嗷叫着 从地上爬起来 往胡同外面冲 路过花招的时候 他看花招是个孕妇 很好欺负的样子 突然恶向胆边生 身子一歪 狠狠朝花招撞去 周围人一瞬间瞪大眼 叶叔吓得心跳都停了 尖叫道 小心 花招却是伸手 朝张老四一推 众人只看见 他白白的小手 似乎挡了一下 不 可能是铜墙铁壁 撞了他一下 他比被踹飞 更快的速度 撞到了身后的墙上 然后 真的晕了 花招离得近 似乎听见了咔嚓一声 他无辜地举着 身前雪白滋嫩的小手 惊慌地说道 我没推他 我刚刚碰到他的衣服 他自己就往墙上撞 他想讹人 众人看看他的手 看看他的肚子 再看看他的表情 都信了 再看地上昏迷不醒的张老四 他这是急眼了 想下点血本 真给自己弄个伤出来 好讹人 叶叔已经跑过来 攥住花招的胳膊 花招感觉 他手都有点抖 他晃了晃胳膊 给了他一个眼神 叶叔张张嘴 什么都没说 是不是自己撞墙的 他还看得出来 他突然想起花招说的 他力气很大 叶身都反抗不了 也许不是开玩笑 现在怎么办 花招问道 报警 叶叔立刻想起刚才的凶险 他要害你 告他谋杀 叶叔转头盯着周围的邻居 刚才的一幕 你们也看见了 确实是他先动手 想伤害一个孕妇 希望一会儿警察来了 你们能如实说话 他一说完 站了一胡同的人 呼啦一下都进屋了 常年不关 跟城门似的大杂院门 也啪啪关上了 第303章 这回装得像 叶叔皱眉 这些邻居 很不要好啊 花招也第一次觉得 自己的美貌失效了 他这么无辜可怜 竟然没有正义群众来保护他 我看是这人太难缠了 他们怕惹上麻烦 花招说道 叶叔看了一下地上的张老四 走吧 去找警察 真找啊 不然呢 他上前查看了一下 张老四的伤势 身上估计有骨折 但是问题不大 一会儿就应该醒了 他朝周围喊道 一会儿他要是醒了 别让他跑了 我去找警察 说完拉着花招走了 这事就得交给警察 不然跟他私了 那才是沾上狗屁膏药了呢 不远处就是个港亭 叶叔很快叫来了人 说明了情况 警察来了一看 张老四啊 看来都是熟人 张老四早年是个知青 三年前就回来了 现在25、6岁 没有结婚 也没有工作 在家闲着 就闲出毛病来了 偷鸡摸狗 打架斗殴 对年轻女同志吹口哨 被他们教育过好几回 这下 他们对叶叔的说辞 完全信了 哎 起来了 警察踢了一脚地上的张老四 张老四哼一声醒了 然后就熬一声开始喊疼 眼泪鼻涕气流 这回装得挺像 警察夸道 谁他妈装的 我胳膊真舌了 抬不起来了 逗 张老四哭喊道 跟谁他妈他妈的呢 又挨了一脚 张老四抬头一看才知道 刚才是谁说话 顿时变了态度 警察同志 他打我 他指着花招哭诉 委屈的就像个杨白牢 花招眨眨眼 赶紧摇手 憋得脸都红了 这小模样 只有挨打的份 警察就看向地上的张老四 闭嘴 起来 跟我们走 真走不了啊 张老四趴在地上 心里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 另一个警察上去查看 一碰他胳膊 咔巴一声 哦 张老四瞬间叫出了猪叫声 警察一将 针断了 可不是他弄的啊 是他自己在墙上撞的 不信你们可以问 这一条胡同的邻居 刚才好多人看见呢 叶叔为这个警察解了围 然后道 先去医院吧 你回去 叶叔又对花招道 花招摸摸肚子 叶叔对他摇头 好吧 那我就回去了 这点事情 他相信叶叔能搞定的 一个无赖而已 他正好回家种玉米 本来他是想去大杂院看看 然后把叶叔支出去 疯狂操作一番的 那里地方大 看来只能回家了 一会儿把爷爷和四小支支出去 警察驾着张老四走了 叶叔跟着 叶叔在 张老四也没拦着花招 有人负责就行 再说 他现在有点清醒了 挺怕花招的 他比叶叔更知道 他是怎么撞墙的 这女人 真邪门 花招一个人回家了 对四小指说 今天天气好 他们就当放个周末 可以坐公交车 去远一点的地方玩 不用只在家门口转了 花强也乐意出去溜达 带着四小支就出门了 花招看着爷爷的背影 突然想给他买一只鸟 让他像其他老头那样 拎着四处溜达 悠哉悠哉 就不知道他喜不喜欢 人都走了 花招趁着没人 搬了十几个花盆 去了一间厢房 然后关好门窗 一顿疯狂操作 等张桂兰中午回来做饭的时候 他已经收获了十麻袋玉米棒 堆了半个仓房 其实可以更多 但是他忍住了 这些够卖一阵子的了 张桂兰看见有点奇怪 城里还有直接卖玉米棒的呢 呵呵 谁知道呢 让我碰上了 那还得自己脱离 张桂兰说了一句也没在意 做饭去了 拖个玉米粒而已 多大点事 一会儿就干完了 第304章 小玉 吃饭了吗 叶叔跟警察一起去了医院 张老四的一条胳膊和锁骨都有骨折 他就赖在医院不走 装死 他算看明白了 警察被这女同志骗了 以为他要讹人 这回真不是 好冤 再说 他不在这待着去哪 去里面蹲几天吗 他可是蹲够了 里面的饭不好吃 我要找我妈叫 我妈来看我 我要妈妈256 看着能有30岁的邋遢男人 在病房里哭得像个智障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精神有问题呢 警察示意 叶叔跟他们一起出来 他妈可是个很难缠的人 一个警察对叶叔道 可是我们也不能拦着 也拦不住 另一个警察道 他们不给人家找妈妈 护士会帮忙找的 得有人来照顾病号 办住院手续 刚才的钱还没交呢 这是个没工作的人 可没有职工医保 看病得自己花钱 两位同志 那现在怎么办 叶叔问道 两个警察对视一眼 你先回家吧 有什么事 我们再去找你 他们已经了解过了 叶叔有工作有单位 还是个文艺兵 案里算是自己人 而且住职也知道 就在胡同头的第二家 这是后续 如果有纠纷 他们也知道 去哪里找人 既然是自己人 他们就多说两句 你们也没受伤 到他谋杀 肯定是行不通的 就是想吓唬他都吓不住 他妈可不是吓大的 以前 张老司也有什么事解决不好 他妈动不动 就要吊死在我们单位门口 他们领导看着都头疼 后来张老司 只要不是太过分 或者没人来告 他们都不惜地搭理他 叶叔点点头 我知道了 谢谢你们 就是我白天可能不在家 要工作 晚上也许回来的也晚 但是我阿姨晚上在家 你们有什么事 让他通知我 我第二天准到 他怕警察找人的时候 找不到 留下什么误会 出了医院 他就直接坐车 去了叶明单位 把他叫出来 刚才有人差点杀了花招 你说这是怎么办吧 叶叔说道 叶明脸上轻松的笑 一下子没了 眼神变得可怖 谁 贺剑宁 还是贺兰兰 都不是 是个无赖 叶叔无力地坐在门口的花坛上 越像刚才那一幕 他越后怕 现在手心冒汗 浑身无力 要不是顾忌形象 他想躺在地上 花招要不是有着出奇大的力气 刚才那一下 绝对让他狠狠摔一个跟头 然后早产 或者流产 还有可能大出血 他们叶家没了媳妇 没了孙子 叶深没了媳妇 他都不知道 怎么跟叶深交代 叶明听了事情经过 脸色并没有好转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看到花招 吓到没有 其他事交给我 他说道 嗯 叶叔起身走了 他知道 哥哥要欺负人了 他以前从来不用家事欺负人 这次 他也不想用家事欺负人 他想亲手捶死那个张老四 但是 不行 医院里 护士得纺织厂打了电话 通知张老四的弟弟 张小五 张小五立刻跑回家找他妈 正好赶上中午工人下班 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立刻拐弯走了过去 哥哥只是骨折 又死不了 不差这一会儿 小玉 吃饭了吗 张小五笑着问道 第305章 张家 花小玉看见他 微微鸣起嘴角 算是个笑 文文静静地说道 正要去吃 张大哥 你吃完了 听到这句张大哥 张小五脸上的笑更大 这场里可没人叫他张大哥 没呢 我有事要回家一趟 马上回来 你等我 我请你吃饭 你一定要等我啊 不等花小玉拒绝 他就骑上自行车 飞快跑了 哎 我不用你请吃饭 花小玉在后面小声喊道 周围一脸看戏的女工 顿时围了上来 这个张小五 怎么老请你吃饭啊 花小玉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板着脸义正言辞道 那是张小五同志人好 热心 看我农村来的 条件不好 就想帮帮我 别说什么农村城里 咱们场条件不好的姑娘多了 怎么没见他帮别人啊 众人挤眉弄眼 其实这话有点亏心 张小五过去 可是帮过不少姑娘 但是人家都不吃他那一套 稍微一打听就知道了 那张家是个什么人家 张老头死了多少年了 张老太太当年孤儿寡母 带着五个孩子 确实不容易 性格就强硬些 但是这些年看着 有些强硬过头了 那就是个胡搅蛮缠的老太太 张家四个儿子一个女儿 大儿子二儿子赶得巧 分配到了工作不用下乡 三女儿 四儿子 五儿子却都下乡了 听说女儿在农村都嫁人生娃了 老四是个青皮 三年前回来了 成了一方祸害 老五鬼精 比老四早回来一年 顶了张老太太的工作 人也不是那么正经 二十四了 还没有个对象 就有些急了 喜欢偷女同志的内衣 别以为他们不知道 被人看见过 只不过没抓到现行罢了 又碍于张老太太的名声 丢衣服的人也不敢声张 这要是喊出去 张老太太能一口咬定他 跟他儿子有一腿 过去 一个张小五 叫得全场女同志心慌慌 现在 张小五把目光 对准了这个农村来的花小玉身上 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赶紧成了吧 成了他们 也安全了 张小五配不上花小玉 花小玉一个户口都没过来的山沟沟农民 能找个京城的正式职工 他晚上都得笑醒 看看他现在又当又立的样 几个女工都挤积眼 他们一辈子都在跟女人打交道 什么样的小妖精没见过 花小玉这点道横 还嫩着呢 花小玉没看见身后的眼神 也没人跟他说张家的事 他一来场子没几天 就被张小五看见了 然后就是各种理由请吃饭 大家也就知道了张小五的意思了 花小玉倒是旁敲侧击地跟同事打听过他 他们当然忘好了说 金城户口 有工作 有房子 前面两个兄弟一个姐姐都成家了 只有一个兄弟没成家 跟一个老母亲住在一起 都很正常 花小玉旧 站在食堂里排队 然而他前面的人总是不减手 他总是发扬风格 让别人先打 远处跟他一块来的女工悄悄讨论 看见了吗 等张小五呢 那刚才拒绝的跟那么回事似的 假惺惺 这是对张小五有意思啊 嘖嘖嘖 眼神不好 就是打听不出张小五什么人 但是他那贼美鼠眼光 往女人胸口和屁股上看的德行 他看不见吗 他可不是只看花小玉一个人 但凡进入他视线的女人 不管年纪大小 他都盯着人家看 恶心死他们了 赶紧来个人收了他吧 这不是来了吗 众人嘻嘻哈哈的笑 花小玉钻井范钢 他听不见他们在讨论什么 但是可以猜到 肯定是在说他 他们瞧不起他 他也瞧不起张小五 那么丑 还只是个普通工人 一个月就挣四十来块钱 他能买得起大房子 还是能给他两千块彩脸 跟叶深比跟叶明比 张小五提鞋都不配 他只不过试想 省点饭前买件好衣服 好好打扮打扮 再去叶家 也不知道叶深回来了没有 叶明平时有工作吧 周末会不会回家看父母 第306章 告诉张小五跑回家 找他妈去了 他妈退休了 把工作给了他 现在在家闲着没事 正在新家门口跟人聊天 他们这个新家 是个桶子楼的一楼 一间开间三十来平 阴暗潮湿没有光 不过住着一个老太太 和两个儿子也不太急 但是这两个儿子总得成家 现在各个厂子的效益都不太好 结婚十年后 都分不到房子的人 大有人在 那他们大概率 就得在这个屋子里结婚 到时候住着两家 就有点挤不下了 所以张老四 还是惦记着那个大杂院 他们在大杂院里 娘撒住着一六三间大厢房 本来这三间厢房 是分给他们 当初一家七口的 现在其他人 都成家多年搬出去了 就让他们三个人住了 还算宽敞 妈 你快去医院 我四哥出事了 张小五骑车飞班来 张口就喊道 咋了 你四哥咋了 张老太太急道 听说是让人打了 胳膊骨折了 张小五道 张老太太一双三角眼 顿时一力 谁敢打老娘的儿子 说 是谁 这话 好有气势 周围对他不熟悉的邻居 都让他唬住了 这是哪个有来头的老太太 但是熟悉的都知道 这老太太是真厉害 完全是凭自己的本事 让别人拿她没办法 我也不知道是谁 医院的人没说 你快去看看吧 张小五道 哎 你快带我去 张老太太道 我就不去了 我下午有事呢 刚才单位领导 正要找我谈话 我半岛就回来了 现在得赶紧赶回去 张小五说完 骑上车飞快消失了 张老太太瞪他一眼 侄子莫若母 他还不知道他什么德行 单位领导找他谈话 那肯定没啥好话 他跑都来不及 还着急回去 这时又看上哪个小姑娘了 他又加了他的背影一眼 自己快不走了 看上哪个他都不管 自己能找到媳妇 就是本事 叶叔回到家 花招正在和张桂兰 吃饭了吗 锅里给你留着饭 花招看见叶叔 立刻说道 叶叔看他坐在那里 安安稳稳的 刚才正在跟张桂兰说笑 现在脸上还挂着书星的笑容 就知道他没被吓着 他可是吓坏了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没吃饭 也没胃口 那一会儿 我给你做个酸辣粉 花招说道 嗯嗯 叶叔立刻觉得自己又有胃口了 他特别喜欢吃辣 但是又不敢吃 一吃就长痘 哪怕现在不工作了 他也不希望自己脸上 顶着几个大哥的 但是吃过花招做的几回辣椒 他发现 他一点痘都没长 花招说这是 他在他们山上 摘的野生辣椒自己种的 真是好辣椒 医院那边怎么样 花招问道 断了一个胳膊 一根锁骨 叶叔脸上有了笑容 在床上打滚找妈呢 像个没断奶的傻子 什么医院 谁胳膊断了 张桂兰奇怪道 叶叔和花招对视一眼 这是得告诉他 毕竟他住在那条胡同 那家人没准会去找他 今天我和姐姐去看那个大杂院 结果碰到一个找麻烦的人 他还想跟我和姐姐动手 被我俩揍了 花招轻描淡写道 哦 张桂兰的反应 倒是出乎叶叔预料的平淡 因为张桂兰知道 花招的力气大 在家干农活的时候 他不小心就会露一手 花山家几个蛮牛 他一巴掌一个 拍得他们起不来 京城的人 估计也是正常人 不抗打 打骨折了呀 那要不要去看看 他还挺可怜那个没见过的男人 花招说的太随意了 他以为的找麻烦 就是嘴欠 叶叔得让他知道 那男人的可恶 不顾花招的颜色 对张桂兰说了实情 张桂兰立刻摔了手里的玉米 我去找他算账 他只恨自己没有花招的力气大 不然另一个胳膊 也给他打折 第307章 你对我真好 花招和叶叔安抚了半天 才把张桂兰安抚住 妈 以后你下午就不要出去了 在家炒爆米花吧 花招说道 我弯腰怪类 天越来越冷了 瓜子也就那么一点了 早卖晚卖也是赚那么多钱 行 张桂兰立刻道 你教诲我就行 我来干 他想的有点多 两家就隔着两条胡同 他怕那无赖家 再找到这里来欺负花招 叶叔可是说了 那人的妈更难缠 难缠的人下午就来了 张老太太从医院出来 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立刻就去砸张桂兰家的门 可惜家里没人 有没有人 死里没有不出来 张老太太在门外喊道 旁边的邻居嫌他吵 走出来说道 他家真没人 住这好几天了 我们都看着呢 一个女人 天天不吃早饭 就带着四个孩子出门 晚上八九点中了 才带着孩子回来 平时不在家 这是做什么 见不得人的够当去了 早出晚归的 张老太太 骂骂咧咧咧 是个正常人 都烦他这一出 又怕说多了 自己也爱几句喷 赶紧回家不理他了 张老太太却不放过他们 我儿子被人打了 听说你们都看着呢 多少年的老街放老邻居了 你们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这是连他们也怨上了 真是没点B数 也不看看你儿子什么德行 隔壁大杂院里 突然冒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插腰朝张老太太骂道 这一整条胡同多少人家 谁家你儿子没霍霍过 我们没落井下石 给他几下子 就是看在死去的张老头的份上了 张老头一直是的老好人 可惜死得早 张老太太一看说话的是她 气横横半天 竟然没回嘴 以前张老四曾经欺负过人家女儿 大半夜拦住不让人走 摸了人家几把 然后就上门提亲 逼得女孩跳紧了 多亏没死成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其他人家也确实像这女人说的 有侍领女孩的人家 多少都会被张老四欺负过 逼得很多人家 要么搬家 要么嫁人了 其他美女孩的人家也不好过 都被张老四偷过 一个鸡蛋 一只鸡 一把挂面 一捆葱什么的 这些东西 在这个年代 却是非常金贵的 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 都得等配额 众人又想起张老四的德行 纷纷关门回家 不理张老太太的叫嚣了 张老太太也走了 晚上再来 张小五一路飞奔回到了单位 食堂里已经寥寥没几人了 窗口也只剩下了一个 花小玉还装模作样的 站那排队 前面只剩一个人了 张小五站在门口咧了下嘴 眼皮子浅的农村女人 几毛钱的便宜 也想占她的 哼 她的便宜是那么好占的吗 向来只有她张小五 占别人便宜的时候 她的视线 在花小玉的身上 来来回回 别看才来京城短短的时间 吃的却是在家不能比的 花小玉也知道 吃的好的重要性 钱几乎都花在了吃上 一个多月时间 她就像开花了一样 风润鲜亮了起来 过去那些搓模 已经不见了影子 她又变成18岁的大姑娘了 再加上她本来模样 就秀丽 现在再风润了一点 就是中上之姿了 入了张小五的眼了 其实她也不挑 是个女人就行 是个年轻漂亮的黄花大姑娘 那就更好了 小玉 还等我呢 你对我真好 张小五一边走过来 一边大声道 第308章 看电影 花小玉被这一嗓子吓了一跳 周围的视线已经全落在她身上 花小玉心里暗恨 可是她也不是省油的灯 张同志 请你说话注意些 谁在等你了 排队打饭就是等你了 她脸色不好 生气了 张小五确实见好就收 她也没想着 让花小玉当众承认他们的关系 默认了最后 不认 那就下回 对不起对不起 我说错了 你别生气 张小五一副讨好的表情 更像打情骂俏的小情侣 花小玉是真生气了 她是真没看上张小五 叶家那边 就是叶家不行 叶家的亲朋好友总行吧 反正 叶家给她找的对象 肯定不能是一个普通工人 小小的蹭两顿饭不要紧 她不能坏了自己的名声 花小玉饭也不吃了 扭头就走 灵心吃饭的几个人立刻笑了 老五这是又失败了 农村女人也没看上她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人家虽然是农村的 但是一个农村人 为什么能来京城 进我们场 男人一脸有秘密的表情 人家有大关系 什么关系 旁边人立刻问道 张小五也竖着耳朵听 这个他还没想到 过去他只想得到 花小玉这个人 听说 还是刘副厂长那边的关系 厉害吧 真的假的 刘副厂长 装管他们厂的福利 在工人心里 简直比大厂长都好使 跟刘副厂长有关系 那岗位 福利 房子 不是什么都有了 人家刚来 就能提前预支工资 还能分到最好的单身宿舍 你说厉害不厉害 现在住房紧张 他们厂里人又多 单身宿舍 都不是谁想来就来的 那人小声道 我还不小心看见过刘副厂长 悄悄跟他说话呢 和颜悦色的 谁不知道刘副厂长 轻易不跟普通工人说话 说也没个好脸 就怕别人蹬鼻子上脸 找他办事 或者有什么他训思的传闻 现在却对花小玉 和颜悦色 要不是刘副厂长是个女的 他们都要以为 俩人有事了 这样啊 众人眼里都带着思索 可恨自己不是单身了 不然找了这么个媳妇 是不是可以换得 更好的岗位 工资涨几级 房子换一换 张小五心里一片火热 过去 他只是看中了 花小玉这个人 没想到这人背后 还有更大的好处 那他得上点心了 晚上下班 他就拦住了 往宿舍走的花小玉 同行的女人 一看张小五过来 立刻互相招呼着跑了 还推了推花小玉 找你的 花小玉那个气 但是这一耽搁 张小五已经拦在了他对面 他要是在躲躲闪闪 好像他们真有事实的 张同志 你有什么事 花小玉板着脸问道 张大哥也不叫了 小玉 你晚上有空吗 我请你去看电影 张小五讨好道 请叫我花同志 还有我没空 不看 花小玉抬脚要走 我不去 就你自己去 我就搞来一张票 说完 他从裤兜里 掏出一本薄薄的书 塞到花小玉手里 还大声对周围道 这是你上次打听的书 我找来了 你慢慢看 看完了还我 说完 转身快不走了 花小玉捏着书都追不上他 他知道这书里 肯定夹着电影票 心里却暗恨张小五不会办事 他不识字 他没听说吗 识字 他早进办公室了 现在给他找来一本书 真实 此地无银三百两 周围已经有同组的女人 眼神银鱼地看过来了 他们都知道 花小玉不识字 一开始常理简单的标识 他都不认识 组长教他的时候 让他做笔记 他就满脸通红的处在那 听说小学都没上过 可让他们被地理好顿笑话 能进纺织场的 最低都是初中毕业呢 不过这样说明 花小玉背后有关系 他们倒没敢明面上挤兑他 花小玉捏着书 快步回了宿舍 所谓的单身宿舍 是给单身职工住的 里面可不是住一个人 而是住十个人 五张上下铺 他这间算是条件 最好的单身宿舍了 楼房 二楼 朝南 人少 其他宿舍装十六 或者二十个人呢 宿舍里大家都在休息 仿制女工真的太累了 一天下来 脖子疼 脑袋疼 手疼 眼疼 脚疼 浑身疼 脑瓜子还嗡嗡的 不大声喊 一时都听不见人说话 他们现在连饭都不想吃 只想静静 花小玉也觉得累 但是一口气撑着他 他还挺得住 这里是京城呢 他将来要嫁个好男人 留在京城 像花招一样 有钱 有个好男人 还能住大房子 过上人人都羡慕的生活 他爬上上铺 悄悄打开书 果然在里面 看到了夹着的一张电影票 他还没看过电影呢 不然就去看看 反正就他一个人 花小玉眼里带着奸笑 当他是傻子 不知道张小五手里 有另一张票 两张很可能是坐在一起的 但是他可以跟别人换啊 第309张 他怎么在这里 花小玉休息了一会儿 就下了床 他中午就没吃饭 这会儿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但是想着晚上的电影 他浑身就有劲了 京城就是好 吃得好住得好 还能坐汽车看电影 过去他从没想过 自己有一天能过上这种日子 以后他还要过这种日子 刘姐 我晚上要去亲戚家串门 可能晚点回来 您辛苦点 给我留下门 花小玉对下铺的女人说道 去亲戚家啊 你亲戚住哪啊 下铺的女人立刻问道 住在二环里 花小玉说了叶家的小区 屋里的人眼睛都亮了 他们都是地道的京城人 知道那个小区 住的都是什么人 都是他们一辈子 接触不到的人 花小玉果然有背景 那是你什么亲戚啊 又有人问道 以前这个问题 他们也问过 但是那时候 花小玉还没想好怎么说 人生地不熟的 她不知道怎么说 才对自己最有利 但是现在熟悉了周围的环境 熟悉了周围的规则 她就知道怎么说了 我堂姐的婆家住在那里 花小玉实话实说道 因为这个关系 已经很近了 她想说是 自己的实在亲戚 也是不可能的 真有那样的实在亲戚 她怎么可能没上过学 还来这里工作 众人果然也觉得 这关系很近 看着花小玉的表情 又和善了几分 只是有个人问道 你亲堂姐 也是农忙出身 她怎么能嫁入那样的家庭呢 花小玉道 我们俩的爷爷是亲兄弟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 关系特别好 只不过他爷爷是个老革命 当年就给他 他跟一个战友的孙子 订了娃娃亲 然后他爷爷回了村里 那位战友 现在住在那里了 他不掩饰自己的羡慕 众人听了也很羡慕 也没觉得他撒谎 这是隔了一层的堂姐 自己发达了 还能把她从山沟沟里 拉扯进京城 真是很好很好的关系了 有些亲姐妹 都不一定做到呢 那你快去吧 晚上我给你留门 就是别回来太晚 路上不安全 下铺的女人说道 哎 谢谢刘姐 花小玉高兴的拎着范刚走了 有心思活的眼里 立刻带了怀疑 等他出去 立刻有人道 去亲戚家 还不管饭啊 这是打算吃完了再去啊 倒是有人理解 他堂姐一个农村女人 靠着爷爷的交情 嫁入那样的人家 还不得家起尾巴做人啊 能让这堂妹来京城就不错了 还能总让她上门打秋风 那就丢人了 嗯 也许人家也能留她吃饭 是她自己懂事 不给人添麻烦 还有人说道 花小玉爆出这种关系 他们以后就是求不到她身上 最好也不要得罪了 屋里没了声音 花小玉笑了一下 悄悄从门口离开 过去想让别人给她留门 那是不可能的 那得耽误人家睡觉 她只能自己家起尾巴 好好做人 现在 女人啊 还是得有个强大的靠山 她的靠山在哪里 花小玉去食堂吃了饭 观察着周围 偷偷摸摸出了工厂 她怕碰到张小五 她以为张小五可能会在大门口等她 然而并没有 张小五被她妈拖住了 管她为什么 花小玉松口气 快步朝电影院走去 公交车没舍得坐 只能委屈两条腿了 自从她有工作之后 叶家就不给她钱了 好在她的工资 一个月有三十多块 够她吃饭的 可惜她没有粮票 在单位食堂兑换饭票 就得多加钱 不然还能剩下不少钱 够买件新衣服 她也就能去叶家了 想着心事 走路就快了 但是到电影院门口的时候 天色已经黑了 这样更好 省得张小五看见她 她往电影院门口走去 她的票是进屋的票 她想找同场次的人换个位置 她不识字 但是她上镜 来这一个多月 她也在慢慢学习 反正数字是看懂了 突然她闻到了一股香香的 甜腻的味道 一个女孩手捧爆米花 从她身边经过 花小玉深吸一口气 京城的爆米花都这么好吃啊 靠山屯逢年过节的时候 也有人过来盗爆米花 她认识这个东西 也吃过 但是跟刚才的味道没法比 她也想尝一尝 花小玉扭头四处寻找着 卖爆米花的人 然后一眼就看见了大秦 咦 她怎么在这 第310章 拦住 花小玉以为自己看错了 大秦怎么可能来京城 但是很快 她就看见了张贵兰 这个她绝对认不错 他们真的来京城了 那只有一个可能 花招把他们带来的 真是好命 她为了来京城 差点把命都搭上 千辛万苦机缘巧合 才来了 张贵兰 她凭什么 就凭花招是个大傻子 她要是花招 她才不会原谅张贵兰 更不会接受她的几个脱油瓶 更不可能把他们带到京城来 在婆家面前丢人现眼 花小玉在人群里闪躲 怕张贵兰看见她 她现在还不知道 花招知不知道她来这了呢 不知道最好 知道了 她怕她会被立刻撵回去 然后令她惊讶的一幕发生了 张贵兰和大秦 竟然在卖爆米花 那香香的甜腻的 跟老家不同的爆米花 竟然是他们卖的 她电影都不看了 就躲在角落里 盯着张贵兰 然后她又发现了大伟和小伟 她一直看着他们 在人群里穿梭 售卖爆米花 然后没半个小时 身后的框就空了 母子几人开心地往外走 花小玉立刻跟上 可是她不敢跟得太紧 这时候人又多 天又黑 很快她就跟丢了 花小玉失望地走回来 不过她并不是很失望 周围有人聊天她听见了 张贵兰天天来着买 她在心里数着 刚才他们卖了多少袋爆米花 都是常年干农活的人 一袋爆米花那么大 一筐能装多少袋 她大概有数 而一袋五毛钱 她也听见了 就他们四个人四个筐 一晚上赚的钱 比她一个月都多 她眼珠子都红了 屋里的电影已经过期了 她进不去了 花小玉又不想 白跑这么远的路 就站在露天里 看了半场电影 电影演的什么她都不知道 她的心里 只有一筐筐的爆米花 那爆米花是 他们自己做的 怎么做出来的 如果她也能卖 突然 她又看见了张贵兰 领着三个孩子回来了 每个人身上 又背了一筐爆米花 四个人使劲装 一趟也只能卖十五斤 一天卖一趟的话 只赚七十五块钱 比卖瓜子少多了 所以张贵兰想多跑几趟 可惜一晚上最多跑三趟 电影院就没人了 等瓜子卖完了 张贵兰打算 在火车站也卖爆米花 大男人不爱吃 让大男人给家里的老婆孩子 带点回去啊 这也算是京城特产 还是独一份呢 广告词她都想好了 这次花小玉数得更仔细 一共卖了多少袋子 数得清楚明白 等母子几人再离开的时候 她又跟了上去 这次有准备 没有跟丢 今天好冷啊 大秦一边走一边搓手道 张贵兰摸摸孩子的手 冻得冰凉 京城也开始进入冬天了 今天阴天 也许晚上就要下雪 现在已经晚上八点多 你们这趟就回家睡觉吧 妈妈自己再来一趟 张贵兰心疼道 还都是孩子呢 大秦才六岁 结果大秦最先摇头 我不要睡觉 我要赚钱 没想到爆米花的行情虽然好 但是太占地方了 卖得少 结果比瓜子少赚很多钱呢 她好心疼 你个小财迷 张贵兰笑了 不过没有再劝他们 一会儿让花钊劝 花钊说话比她好使 这么冷的天 花钊肯定也不会让他们再出来了 母子几人说说笑笑 气氛轻松愉快 转眼就要到家了 他们住的胡同口 跟花钊家的胡同口 在一条街上 去花钊那 得路过自己家胡同 结果几人就被拦住了 张小五再三确定 这就是住在胡同头第二家 买了他家房子 那个孕妇的母亲 就松开了手里的小孩 小孩一溜烟跑回家了 你们站住 是不是你女儿打了我儿子 张老太太拦住张贵兰 掐腰指着她质问 借着朦胧的路灯 远处的花小玉 看见了张小五 吓得立刻躲到了树后 第三百一十一章 被打 张贵兰虽然不认识这个女人 但是也猜到了她是谁 你儿子是谁啊 我女儿为什么打你儿子 张贵兰气势不弱地喊了回去 喊完她自己都挺纳闷 她很多年没有这么大声 跟人吵过架了 在二婚之前 她也是有脾气的 小时候 娘家弟妹被欺负了 她也会帮着打架 嫁给花钊的父亲 跟村里人伴嘴 也是她出马 男人骂都要面子 不跟老娘们吵架 都是她来 只是后来 在刘家那十年 让她闭上了嘴 现在突然跟人吵架 她感觉 有点爽 我儿子叫张俊 白天就是你闺女推了她一把 把她推到墙上 撞坏了胳膊和锁骨 现在人还在医院 躺着呢 你想外账 没门 一条胡同 所有人都看见了 张俊是谁 张老四 张贵兰得确定一下 对 就是她 我闺女可没推她 是她自己想讹人 自己撞的 一条胡同的人 也可以作证 不信你就去 把大家叫来问问 到底是谁撞谁 张贵兰吼回去 叶叔说的明白 这一家人在胡同里 没有好人缘 这些邻居们 虽然不见得会帮他们 但是也绝对不会帮张家 张老太太果然顿了一下 没有回头找证人 她知道找不来 我不管 就是你闺女撞的人 你们赔钱 不然 她盯着张贵兰身后的 三个小孩子 眼神恶狠狠 你们别想有好日子过 张小五像接到命令一样 突然窜出去 伸手就把大秦 从张贵兰身后拽出来 拎在手里 你干什么 张贵兰疯了一样扑过去 撕打她 张老太太 也像得了信号一样 大喊道 不得了了 外地人打本地人了 要打死人了 喊完也冲过去 撕打张贵兰 这是他们母子惯用的伎俩 先逼着别人动手 到时候 他们就有理了 警察才不管谁先动嘴呢 只看谁先动手 至于张小五拉人 他又没打他 只是把他轻轻拽出来而已 拽出来看他好不好看 不信你们看这丫头身上 有没有伤 他们可没打他一下 二打一 对方还有个壮年男人 张贵兰一时落了下风 大尾小尾反应过来 自然不能看着母亲挨打 两人扑过去拼命撕打 他们不会跟大人打架 也打不过 但是他们会咬人 张小五的胳膊和手 顿时被咬的冒险 他一轮胳膊 甩出去一个 又抬脚一踹 踢飞一个 张贵兰顿时顾不得再打人 赶紧扑过去 看两个孩子 大秦已经吓傻了 但是他没有哭 他抬腿就跑 风一样消失了 姐姐姐姐 妈妈哥哥被打了 他一口气跑回家 见到花招就喊 花招一下子站起来 在哪 就在我们住的胡同口 被一个男人 和一个老太太打了 他们说是什么张老四的母亲 大秦听得清楚 花招抬腿就走 叶明和叶叔 一人一条胳膊按住他 白天出了那么惊险的事 叶明下班之后就过来了 今天开会 下班晚 他也是刚进屋 我去 你待着 叶明说道 我也去 你放心在家 看我打不死他 叶叔说道 花招也没空跟他们讲 那你们快去 他虽然力气大 但是不会功夫 关键是 他现在肚子大了 真不能快跑 他走过去 就是浪费时间 叶明和叶叔都松口气 转身就走 两人也不骑自行车 真拼起来 跑得比自行车都快 再说距离又不远 这点路 一分多钟就到了 第312章 报仇 张桂兰扑过去看孩子 张老太太和张小五也收手了 没有追过去继续打 那样他们就不占理了 张桂兰抱着两个孩子 不得了 大尾被甩出去 头碰在路牙子上 磕破了皮 哗哗冒血 也不知道伤道里面没有 小尾被踹了一脚 现在还捂着肚子 说不出话来 张桂兰要气疯了 但是他知道 不能再扑过去了 不然两个孩子 看他挨打还得帮忙 还得挨揍 我告诉你 老娘不是好惹的 老娘的儿子 也不是白打的 赶紧给我赔钱 张老太太指着 蹲在地上的张桂兰嚣张道 不然就小心你这几个小崽子 我挨个给他们放血 一句话说完 张老太太就觉得头皮一麻 小腿剧痛 然后人就被放到了地上 叶叔好着他的头发 踢了他一脚 他知道 这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 打狠了 或者只是让他摔一下 没准就断胳膊断腿了 甚至死了 那可不行 张老太太坐在地上 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就看到儿子飞了出去 落在地上 滑行了好几米 妈呀 他儿子可是脸着电 这不得悔容啊 叶明收回脚 大声问到张桂兰 这两个人怎么回事 拦路抢劫 张桂兰被问得有些猛 要怎么解释他们的关系 我们才没有抢劫 是他先动手打我们的 张老太太喊道 我刚才一直在旁边 看着怎么不是这回事 叶明说道 明明是你们先动的手 刚才我还听见 你们威胁 不给钱就要杀小孩 这不是打劫是什么 叶明的表情 就像个正义的路人 而叶叔踢完张老太太 已经转身跑了 找警察去了 这是依然不能私了 那是你没听权 是他女儿白天打了我儿子 我现在来找他算账 张老太太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跟一个路人解释 可能是路人很危险 而且他也得留下这个路人 他打了他儿子 得赔钱 哦 你是来算账的 我就说是你们先动的手 叶明说道 张老太太 他回首一只漆黑的胡同 大声喊道 胡同里肯定有人 他们刚才肯定看着呢 你叫出来问问 到底是谁先动的手 他们刚才抓了一个孩子指人 那孩子跑回去了 家里的大人肯定就知道了 一个人知道了 一个大杂院就知道了 一条胡同就知道了 他们要找张桂兰的麻烦 这么大的热闹 肯定都出来围观了 呸 他还不知道他们的德行 叶明看向漆黑的胡同 胡同里果然隐隐 绰绰全是人影 突然 一个人影走出来 大声喊道 对 就是张老太太先动的手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张老太太 气得差点没晕过去 蔡霜 你含血喷人 他对叶明解释道 我跟他有仇 他当然不会说我好话 他诬陷我 刚才说话的是 白天骂他那个女人 就是有女儿被逼跳紧的那个 漆黑的胡同里 突然又有人掐着脖子喊道 我也看见了 就是这老太太先动的手 对对 我们都看见了 这老太太先动的手 她打人 她还威胁要杀小孩 她不是好人 大家七嘴八舌地喊着 有害怕张老太太报复 掐着嗓子说话的 也有不怕的 胡同外面的街上有路灯 他们刚才看得清楚 打张老太太的 就是白天来过的那个女人 现在的女人 正带着两个警察走过来 这女人一点不怂啊 还有钱 可能还有事 这种人还收拾不了张老太太 他们终于可以报仇了 第313章 谁活的酒 警察同志 你们也听见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家都看见了 是他们先动的手 叶叔说道 警察当然也知道 张老太太的惯用伎俩 对于叶叔的话 没有任何意义 既然警察来了 我就先走了 叶明说道 我刚才就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说完快步走进黑暗里 他现在是公职人员 比老师的身份更敏感 不适合参与到 打架斗殴的事情里 更不能打群众 76年的路灯 又矮又弱 老远一个 只需要几步 他就引在了黑暗里 张老太太这才反应过来 别让他跑了 他打了我儿子 我儿子还生死不明呢 他得赔钱 警察也有点为难 叶叔立刻道 他出了什么事 我负责 毕竟人家是为 救我阿姨才出的手 是健义勇为 这么说警察就放心了 张老太太也闭嘴了 叶叔已经跑过去 看张桂兰 他自己没什么事 头发乱了 脸上有伤 身上肯定也有 但是他自己知道不中 大伟的头也不再冒险 张桂兰和叶叔都怂口气 小伟也能喊疼了 叶叔简单检查了一下 问题应该也不大 但是还是需要去医院 两人也没跟张老太太废话 一人抱着一个 去最近的医院了 张老太太跑过去 扶起张小五 哎呀妈呀 人一翻过来 张老太太就吓了一跳 这一脸血呼啦啦的 一看就没好 真毁容了呀 警察就着路灯看了看 就是在地上蹭的皮外伤 说毁容严重了 但是全脸换层皮是真的 可能也会留点疤 一个大男人 这点伤算什么 反正张小五 本来长得也不好看 有没有疤都一样 张小五一直清醒着 就是疼得说不出话来 现在跟张老太太 互相搀扶着 也去了医院 医院里 医生已经给张桂兰 和两个孩子处理好了 都不算严重 张桂兰和叶叔 这才算放下心来 既然没事 两人就打算回家 家里花招 还不知道怎么着急呢 张老太太正好进来 看到他们想走 顿时急了 我儿子伤成这样 你就想跑 没门 赶紧给我儿子看病 张老太太吼道 叶叔现在也有心情 跟他掰扯了 他对警察道 你们看 我阿姨和侄子的伤 都是他们打的 我阿姨就算了 我侄子只是两个小孩子 他们就下死手 刚才还威胁要杀他们 这件事怎么说 警察看着两个孩子 比较瘦小 最大的不过十岁的样子 一个头破血流 一个脸色煞白 这张家人 是越来越过分了 现在竟然敢对小孩子下手了 他们看着张小五 面色不善 张小五举起自己的手 看 这都是他们咬的 他们不咬我 我也不能打他们 我这是正当防卫 你不打他们 他们会无缘无故咬你 你想啊 一个警察对道 另一个警察道 赶紧把他们的医药费付了 凭什么 张老太太立刻不干了 凭他们是你们打的 警察道 谁说的 外人都看着呢 是他们先动的手 张老太太道 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要不要先动 回所里 叫来证人做个笔录 做也是 你们先动手 赶紧付医药费 你们老张家的规矩不就是 打人的一方 必须赔钱吗 他们过去用这一招 可要了不少钱 后来大家都知道 他们的名声了 宁可受气挨打也不出手 张家人的收入 这才少了 那他们 还打我儿子了呢 我两个儿子 都被他们打了 要赔也是他们赔我 张老太太喊道 要不这样吧 叶叔说道 先不说你这两个儿子 是不是我们打的 就说结果 你伤了俩儿子 我们这边也伤了俩儿子 扯平了 谁也不欠谁的 张老太太自然不干 我这两个儿子 伤得多重啊 我家老四 还舍了两根骨头 叶叔一揽大尾的肩膀 问到旁边的医生 对了医生 你刚才说我侄子脑子 可能摔坏了 需要拍片做手术 需要花很多钱 而且还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以后生活都需要人照顾了 也不能正常工作了 医生愣了一下 然后道 啊 是这么回事 他推了一下眼镜 伤了头 后果就是这么严重 这些可能都是存在的 他现在最好住院观察 头部的检查费和手术费 当然不少 先准备一签吧 他已经听明白了 这俩小孩 是这个男人打的 那么大的人了 他也好意思 你们这什么医院啊 你们这是黑店 张老太太指着医生骂 你们都是一伙的 我要告你们 我要告你这几个字 过去十年太好使了 随便一个借口 不管真假 都能让人掉层皮 人人害怕 张老太太用这句话 吓唬住了无数的人 不管男人女人 有钱没钱 有权没权 但是他不知道 时代已经悄悄变了 医生就一点不害怕 他问心无愧怕什么 脑子的事情 谁说得准 不拍片不检查 谁知道什么情况 医生 他这个脸治疗一下 需要多少钱 叶书指着张小五问道 医生扫了一眼 五块钱吧 这个伤 抹点红药水就得了 纱布都不用 五毛钱其实都够了 当然这是粗糙的疗法 你不想扯平 那我们就互相治疗吧 叶书说道 我给你五块 你丢我一千 我大儿子 还躺在这家医院呢 舍了两根骨头 张老太太道 两根骨头 值二百吗 叶书又问到医生 医生已经想起 那天那个找妈的智障 要不二百 五十就够了 医生道 张老四的伤 是闭合性骨折 都没开刀 接骨的大夫 用手就给他按回去了 五十都算上之后 几天的消炎针了 五十五 换一千 叶书道 还有营养费 物工费 伙食费 张老太太开始算账 这账他算过好几回 溜得很 我们同样也有 我们可能还会躺床上一辈子 到时候看你儿子活得久 还是我侄子活得久 谁活得久 谁需要的钱就多 做出虚弱状 瘫在他怀里 他这是装的 张老太太指着叶书 头一次被人气的 头发都要竖起来 你快闭嘴吧 一个警察喊道 好像你儿子不是装的似的 行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要么你俩就五十五换一千 要么就都在床上躺着 比谁活得久 他说完强忍着没笑 他也是第一次看见 有人能对的张老太太上步来气 真是过瘾 张老太太气得说不出话来 叶书也没工夫跟他掰扯了 抱着大尾就走 张桂兰抱着小尾跟在后面 张老太太没拦着 回到家 花招 花强 叶鸣都在门口等着 看到几人老远的过来 花招立刻迎了过去 伤得怎么样 没事 都是皮外伤 张桂兰立刻回到 花招松口气 皮外伤就好 听说大尾磕了脑袋 吓坏他了 他也不知道 精华液能不能治疗脑部损伤 第314章 视而不见 众人进了屋 花招立刻给每个人端上一杯热茶 大人是花果茶 小孩子是奶茶 浓郁的颜色盖住了淡淡的绿色 一杯茶下肚 众人都觉得皮被顿削 紧绷的神经也松下来 特别是小尾 他觉得肚子不疼了 我在调查张家的情况 这个需要时间 叶鸣说道 这太麻烦你了吧 张桂兰立刻道 那家无赖 再敢来 我还打他 我们自己就能解决 说到底 这是他们家的麻烦 现在麻烦到叶家就不好了 他怕叶家觉得 他女儿是多 有几个婆家 爱管娘家的闲事呢 不麻烦 随手的是 叶鸣笑道 他脸上的笑 让张桂兰又放松几分 觉得他说的是真心的 那就 再看看吧 也许他们不敢来了呢 张桂兰道 叶鸣笑笑 没有再说 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现在张桂兰让他收手 那是不可能的 今天没事了 你们都休息吧 沈子 这几天 你就带着孩子住在这里吧 叶鸣对张桂兰道 张桂兰也怕孩子们再被打 点点头 叶鸣这才告辞离开 他没有回家 而是连夜亲自去查张家的情况 一下午的时间 他对张家已经有了大概了解 张老太太以前在纺织厂 是管质检的 听说人员特别差 喜欢假工济丝 拱爆丝绸 巴结他的 给他好处的 他就睁只眼闭只眼 那些他看不顺眼的 背后说他坏话的 不孝敬他的 合格的东西 他也说不合格 动不动逮住人就骂一个小时 刚来的年轻小姑娘 没有不被他骂哭的 这都是次要的 听说进了他手的那些不合格产品 总是对不上数 还有张小五 他是管库房的 他不相信这种人的品德 一番调查下来 回到家 已经是深夜 他很少这个时候回来 屋里竟然开着灯 文静还没睡 叶明心里有点温暖 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 什么会啊 能开到十二点 文静从屋里出来 结果他的公文包 对门的老王早就回来了 你干什么去了 文静问道 有点私事 叶明道 私事 那能跟我说吗 文静问道 这个还真不能 叶明顿了一下 文静扶置心灵的猜到了 肯定是跟花招有关 现在只要跟花招有关的事 他就不会对他说 在花招家待到半夜十二点 叶明看着文静的脸色 心里叹口气 说道 是他新买的那个大杂院 有些麻烦 有户难缠的人家去找麻烦 把他母亲打了 我去看看 这样啊 花招的母亲竟然被打了 这还不错 还有 房子 他嫌的那个房子有麻烦 文静问道 叶明看了看他油油郁郁的眼神 点点头 有点麻烦 严重吗 文静又问 挺严重的 叶明道 文静的表情更犹豫 欲言又止 叶明的心平静了 原来不是特意等他 是有事跟他说 他去卫生间洗漱去了 等他出来的时候 文静靠在床上 还是那副表情 一副不知道怎么开口的样子 又是这样 文静聪明 心思又细 心里一有点事 就放不下 过不去 不解决了 他寝食难安 以前他总是体谅他 不让他为难 主动帮他解决任何麻烦 但是他发现他可能错了 这也许让他觉得 一切得来的都太容易 胃口越来越大 叶明躺下 说道 关灯睡觉吧 文静的心一顿 他竟然没有问 以前每次他这个样子 他都会问他怎么了 这次是没看见 还是他视而不见 第315章 图什么 文静的脸白了又紫 紫了又白 叶明翻了个身 准备睡觉 文静怒气突然爆发 本来应该三思的话 脱口出 我爸妈今天又来找我了 家里实在挤不下了 他们两个老人 被几个孩子折磨得不成样子 你帮着想想办法呀 他推了推叶明 跟叶明大呼小叫 告诉我 我这几天有空 就去帮他们看 叶明没有翻过来 闭着眼睛说道 我看花招闲着 那个四合院就挺合适 听说地方够大 住两家人没问题 你再找人好好 十多十多 不用十多的 像家里那座房子那么好 随便十多十多就行 文静说道 他说叶深的房子 是家里的 叶明眼神暗了暗 问道 他们付租金吧 付啊 肯定付 而且绝对是市场价 不占他便宜 现在租一间房子 三五块钱就够了 租一个院子 一家军摊 一家十几二十块 他们出得起 他的三个弟弟 夫妻都是双职工 而且工作都不错 工资不低 两口子每个月 能赚一二百块 算是高收入家庭 就是花钱大手大脚 攒不下钱 但是二十块 挤一挤就有了 叶明翻身坐起来 问道文静 既然出得起房租 为什么总盯着 花招的房子呢 我还可以给他们 找到别的房子 甚至是两个独立的院子 他们两家 不是不愿意一起住吗 分开不是更好 他有些想不明白 文家打的什么主意 本来他以为文家 是想买花招的房子 只不过钱不凑手 房子他们先住着 等他们什么时候有钱了 什么时候给 现在只是租 还给房租 那图什么 他再给找个其他的房子 也可以吧 文静却是一脸的不愿意 他们着急搬出去 你一两天 能找到其他房子吗 能 叶明肯定道 文静 他还是不愿意 关键是 父母不愿意 他们说了 就想住花招那个房子 原因 父母也跟他说明白了 让他好好劝劝叶明 他们到底还是想买个房子 租的房子住着不踏实 羞羞补补 十多利索 都是给别人做的嫁衣裳 而且人家说不租你了 转头就给你撵出去 你都没出说理去 花招跟他们算是亲戚了 总不能这么不留情面吧 而且 他们住的久了 跟房子有感情了 手里也有钱了 就能买了吧 反正那房子 花招也不住 还看不上 都不让他妈来住 他们买应该挺容易的 看在亲戚的份上 他估计也不好意思多要钱 那他们现在租住进去 也就等于买了 这房子就是他们的了 等他们什么时候有钱了 什么时候就去办手续 文静脸上藏不住心思 叶明又是个通透的 多想几下就想明白了 他又躺下了 总之 他们想搬出去 我就给他们另找房子 不然 还是在家待着吧 这么多年都待了 一两天就过不下去了 关灯 睡觉 文静看着他的后背 气得浑身颤抖 他就不能碰花招一下了 是不是 他气得一宿没睡着 这一宿 很多人睡不着 医院里 张老四和张小五凑成了一对 两人住在同一个病房 方便张老太太照顾 张小五其实可以回家了 脸上的血已经结痂了 但是他不愿意回去 他顶着这张脸回去 周围人不知道怎么幸灾乐祸呢 虽然只是搬走了两个月 新家的邻居 已经让兄弟两个祸祸了一遍 没人待见他俩 不 他们娘撒 娘撒三个证据在一起商量 怎么继续找花招的麻烦 这样就退缩了 根本不是他们家的作风 不见到钱 他们是不会把修的 第316章 他还没想好 花小玉这一宿 睡得也不安稳 翻来覆去全是梦 一会儿是爆米花 一会儿是城匡的钱 一会儿是爷爷追到京城 把他抓走卖给了傻子 一会儿是叶明从天而降 救了他 突然 张小五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把他从叶明手里抢走了 他被张老太太 薅着头发 又打又骂 花小玉一下子吓醒了 屋里已经有人起床了 食堂去晚了 周里都看不见几厘米 包子也只能是丑得裂的 再晚了 只有粗粮馒头 花小玉松口气 试梦就好 这一天 他都有些心神不宁 断了的线头总是揭不好 机器一停就是好几分钟 领班已经过来 说他好几次了 要不是昨天晚上 他的背景传了出去 领班就得骂他了 好不容易来到了休息 同宿舍的下铺 刘姐就找了过来 你咋了 不舒服 还是昨天去亲戚家 有啥事啊 他貌似关心 其实就是八卦 周围都安静了几分 等着花小玉回答 亲戚家能有啥事 人家那种 人家有啥事 跟我也没关系 我也帮不上忙 花小玉突然打了个喷嚏 就是昨天晚上太冷了 我来回路上冻着了 他昨天晚上 在外面看了大半宿的戏 差点没冻出个好歹 后来要不是实在太冷了 他就想 等着张桂兰他们 从医院出来 跟去他们家了 给去买个棉袄了 不知道兜里 这十块钱够不够 他已经买了个薄棉袄了 但是看京城的冬天 也不暖和 薄棉袄根本扛不住 还有 张桂兰怎么就得罪了张小五 还有张小五他那个妈 可是够厉害的 撒起泼来 比靠山屯的泼妇都厉害 这种人可不是个好婆婆 呸呸呸 他可看不上张小五 本来长得就丑 昨天还毁了容 更没法看了 不不不 好看也没用 他家太穷了 还得靠恶人赚钱 什么垃圾人家 真不够丢人的 花小玉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是真感冒了 但是他下午还得努力工作 不然就没有全勤奖 买衣服的钱更不够了 他怎么就没有花招那种好命 傍晚 下起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花小玉借来一件厚衣服 顶着微微发热的脑袋 又出去了 还说没事 没事他一天魂不守舍的 当别人都是瞎子 他走了 屋里的人又开始讨论 就是 这大晚上的 还下着雪 他一个外地人 借衣服都要出去 干什么去 那可不一定 没准是好事呢 有人意见不同 酸酸道 比如说 给他介绍个对象 他可不是得借衣服出去 衣服都要借 他那堂姐也没当他是回事 一人撇嘴 就算给他介绍对象 估计也是歪瓜裂枣 花小玉长得漂亮 在这十人宿舍里 算是出挑的 都是年轻女孩 别人能高兴 厂里为数不多的单身男职工 一开始都悄悄打听花小玉 听说是东北农村过来的 这才打消了心思 但是随着昨天的传闻 今天打听他的人就更多了 这让他们很后悔 昨天不应该把花小玉的背景传出去的 花小玉去了电影院 他想看看 张桂兰还来不来卖爆米花 他想 他还没想好 张桂兰依然来了 大伟小伟和大秦没有来 他一个人带着三个筐 身上背着一个 手里拖着两个 花招想了个主意 在两个筐底下安了个板 拖着走 本来就不中 再加上雪天 这样更省事 大雪天 电影院广场上的人终于少了 而且没有露天电影可以看了 但是屋里还能看 还是有人的 有些人可能是等了几个月 才等来两张电影票 有些人是第一次相见 有些人是第一次约会 就是下刀子也得来 张桂兰这三筐爆米花 还是都卖出去了 但是再想来一趟是不行了 没人了 他也不贪心 有多少赚多少 回去的路上 他被人拦住了 大姐 我能问个事吗 李小江终于等来了合适的机会 跟张桂兰对话 过去那些天 张桂兰走的都比他们早 他是个掉钱眼里的 舍不得扔下自己的生意 去追张桂兰 再说 那么多人看着 他不能动 他动了 其他小贩都看着呢 今天 那些懒货都没来 来了也早走了 张桂兰已经认识李小江了 这么多天 他也观察着这些小贩 大家都紧水 不犯河水 相安无事 特别是他不卖瓜子之后 几个小贩 还来他这买过爆米花 说是给家里的孩子带回去 李小江这个人 买的爆米花最多 每次都笑呵呵的 大姐长大姐短 叫得清热 李同志 你想问什么 我能说的 肯定告诉你 张桂兰道 不能说的 就不行了 李小江笑 这个大姐 也不是面相上看得这么好骗吗 我就是想问问 你还卖瓜子吗 没有了 等明年看看能不能种出来 再说 张桂兰一脸诚恳道 他说的是实话 那瓜子 是您自己种的 李小江压着自己的激动问道 张桂兰点点头 我老家农村的 在园子里种的 那 大姐 你明年能多种点吗 你自己卖不了 我帮你卖 第317章 商量 张桂兰没之声 他一天卖80斤瓜子 那还是他不勤快 他勤快点 一天能卖100斤 这生意可是全年的 并不只是逢年过节这几天热闹 他种多少瓜子卖不了 现在全靠山屯的瓜子 都不够他卖的 李小江也觉得自己这主意挺过分的 但是 总得试试嘛 大姐 你看你这爆米花生意挺好的 两样都卖 你也忙不过来 当务赚钱不是 这样 到时候我帮你卖瓜子 你也多一份收入 你给我个批发价就行 3块5一斤 你看怎么样 张桂兰立刻摇头 3块5和5块 差距太大了 4块5他都觉得亏 但是5块卖给他 他也知道不合适 这瓜子还没饮呢 明年我有没有空回老家种 还不知道呢 张桂兰道 再说就是种 我那点园子也种不了几斤 几天就卖完了 张桂兰说完就要走 天太冷了 大兄弟 我要回家了 李小江并不是个轻易放弃的人 大姐 你没空回家种不要紧 种在我家地里啊 我们老李家是个大家族 近城工作的 就我爸这一只 我数百兄弟 都在京城郊区种地呢 他们家的园子和自留地 都能种瓜子 有的是地方 他天天卖的瓜子 大部分就是这么来的 自己家人种的也不够卖 他就去村里收 他尾时带动了老家 几个村的经济发展 有地方可以种瓜子 张桂兰直觉 这是个机会 但是到底怎么种 他不知道 他要回家问问花招 这么大的事 我得回家跟我闺女商量商量 到时候再说 反正离春天还远呢 张桂兰道 一下子给他知道春天去了 这大姐真不傻 李小江笑笑 那大姐 你回家好好商量 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在我家地里种瓜子 你们提供种子就行 我们白给你们种 就是到时候瓜子收了 三块五一斤卖给我就行 如果搭点忙货 就能一斤赚一块五 他愿意 他现在的瓜子两块五一斤 他还有成本呢 都是实在亲切 人家院子不种菜 给他种瓜子 他好意思两毛钱 一斤收人家的 人家也不卖啊 他是一块钱一斤收上来的 这样忙货一顿 也是一斤赚一块五 但是他一天卖的少啊 他家的瓜子 跟其他小贩的 没什么区别 张桂兰来之前 他们每人每天 就卖十来斤瓜子 其实张桂兰的到来 还是抢了他们不少生意 但是奈何他们输的福气 人家的瓜子好吃 又没打价格战 别人就愿意买 他们有什么招 就是他们自己 都愿意买张桂兰的瓜子 吃过他家的瓜子 其他瓜子都寡淡无味了 他卖自己的瓜子 一天赚十几块 他要是卖张桂兰的瓜子 一天能赚一百五十 大姐 我家亲戚多 地多 自留地都能用来种瓜子 我们村愿意种瓜子的人老多了 能种的百八十亩 到时候 您一个人肯定卖不过来 您回家跟您闺女好好商量商量 李小江一边跟着走一边说道 百八十亩 这他自己还真卖不过来了 行 我知道了 张桂兰匆匆走了 李小江停下脚步 看着他地上的空框 爆米花的事 下次再说 瓜子不成 爆米花能成也不错 他也发现了 卖爆米花的弊端 他一个人卖不了多少 他帮着多卖一份 就多赚一份钱不是 张桂兰回家了 远处的花小玉想了想 没有跟上去 今天实在太冷了 他难受 反正张桂兰就在这 跑不了 等他好了再来 第三百一十八章 谁叫有人啊 张桂兰回家 跟花招说了李小江的事 这倒是个好主意 花招立刻到 本来他的打算 也是跟郊区的农民合作 这里比东北暖和 但是他们的菜园子李秋收之后 也别想种什么 闲着给他种瓜子正好 就是这个事也得商量 联系 规模大了 不是他一个人能操作的 现在人都胆小 他一个不亮背景的女人 谁听他的话去冒险 可是亮了背景 他觉得有点杀鸡用牛刀 还是青龙眼月刀 未必认识 不害怕 但是有李小江这个本地人 还是常干这个的 就容易多了 到时候他都不用出面 在家坐等收钱就行 三块五其实非常合适 花招说到 到时候我们批发 走的适量 比自己卖赚的更多 具体多多少他没说 那得看李小江能中多少 既然花招这么说了 张桂兰也没有意义 现在花招说什么 他都信 那我什么时候告诉他 张桂兰问道 不急 让他再催催 花招笑道 我们答应的太快了 他反倒觉得自己吃亏了 张桂兰也笑了 之后几天 张桂兰如常去出去 白天去火车站卖瓜子 晚上去电影院卖爆米花 人群里竟然也有人 在卖爆米花了 不过他卖的 就是普通爆米花 没滋没味的 只有一点点玉米的原香 生意冷清 一带一毛钱 一晚上也卖不了一筐 跟张桂兰的生意没法比 但是卖爆米花的老汉 却很高兴 他本来就是走街串向 崩爆米花的 过去一锅就赚两毛钱辛苦钱 现在一斤玉米几分钱 他却能赚九毛多 暴利了 张桂兰心也大 没觉得别人抢了他生意 心态很好 这地方又不是他一个人的 他也是后来的呢 李小江来找他买过几回爆米花 暗示的问了几回 张桂兰都说再商量 他们也不懂 得出去打听打听 他也不知道 他们要打听什么 但是没一口拒绝他 他就觉得有戏 买爆米花买得更积极了 花小玉年轻 身体好 一场感冒 愣是让他扛过来了 他这几天都在寻找张小五的身影 可是都没看见 偶然听见他们组的同事 说他这几天请病假了 没来 也是 那天脸着地呢 血淋淋的吓人 他肯定不好意思出门 张小五不来 他的一个想法 就实现不了了 那就先实现另一个 又一晚上 他又来到了电影院 正看见张桂兰 拖着爆米花的筐 卖得起劲 他极度地看了半晌 然后悄悄来到电影院门口的屋子里 找到了一群 带着红袖镖的人 他们正在屋里喝茶水 嗑瓜子 同志 我有事举报 花小玉围着围巾 靠在窗口 小生对里面说道 屋里热闹的气氛一静 几个男人女人都扭头看他 半晌 离得最近的男人靠了过来 懒洋洋道 找我们举报 举报什么 花小玉整理了一下围巾 把他往上拽了拽 只露出两只眼睛 小生道 我举报 有人搞私营经济 偷卖东西 XXX 他把几个听过的词都用上了 也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大概就这样吧 反正村里人偷偷出去卖鸡蛋 就怕这几个罪名 问话的男人看他一眼 有人 谁叫有人啊 这个人在哪啊 离得太远 可不归我们管 不远 就在广场上 就是那个卖爆米花的女人 花小玉激动到 第319章 让她回去 男人回头跟屋里的几个人对视一眼 还真有人找张桂兰的麻烦 张桂兰 那可是打过招呼的人 靠窗的男人 回头看着花小玉 从胸前口袋里 抽出一只钢笔 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 翻开 认真问道 你的名字 工作单位 家庭住址 花小玉猛了 男人抬头看他 眼神冰冷 别废话 快点说 现在可不流行匿名举报了 这是正常程序 我们是随便抓人的人吗 上头问起来 不得有头有尾啊 谁举报的 都得记下来 到时候 还要去你们单位找你何时 如果举报不属实 他没说完 花小玉就一溜烟跑了 切男人收起钢笔和本子 这是故意来找茬的 跟张桂兰有仇吧 八成是 一人一边嗑瓜子一边倒 不然那么多卖瓜子的 他瞎呀 看不见 就举报卖爆米花的 爆米花的塌牙了 要说别人家的爆米花 可能可掉牙他心 张桂兰家的爆米花 肯定不会 还有他手里这瓜子 也是从张桂兰那买的 真香 张桂兰晚上不在电影院 卖瓜子了 但是他也会稍带一点点 就是给这些人准备的 花招说了 这叫打点关系 而且人家也花钱买 只不过他自己愿意多给点 他真乐意 案里偷偷卖东西是不对的 但是人家睁只眼闭只眼 放他一马 让他赚钱 别说多给点瓜子了 给钱他都乐意 这是 我们要不要跟他说说 一人说道 看刚才那女人藏头鹿尾的 没准跟他认识 靠窗的男人坐回了 摇摇头 这是不用跟他说 跟刘哥说吧 刘哥就是给他们打招呼的人 众人会议 是了 这是确实得跟刘哥说一说 他们不能白吃刘哥一顿饭 第二天中午 叶明就被刘斌叫了出来 告诉了他昨天晚上的事 对方是个女的 年纪不大 二十左右 一米六多 身材瘦小 扎两个麻花便 穿一件蓝袄 单鞋 围着一条红围巾 东北口印 朋友说道 最后几个字 让叶明确定了是谁 他拍了他朋友的肩膀 谢了 改天一起吃饭 朋友咧嘴笑了 时间你定 地方我选 到时候 你再叫几个朋友一起 叫两个 让王柯 赵明 叶明笑道 好嘞 你有空了 就给我家打电话 朋友像怕他反悔一样 骑上自行车就跑了 说句话的是 就能让叶大公子 记住他的人情 让他接触他们小圈子里的人 这好事可不常有 他现在得去电影院 再请那群人吃顿饭 让他们以后继续关照张桂兰 叶明回头看看单位 再看看时间 嗯 现在过去 能赶上花招家的午饭 突然好 啊 他马上骑车去了 张桂兰听到这个消息 很猛 我得罪人了 他觉得应该没有啊 他对任何顾客 都是笑脸相迎 不分男女 卖的东西更没质量问题 怎么会有人找他的茶 而不找卖瓜子的茶 花招却猜到 叶明说的是谁了 花小玉 你不说 我都忘了他了 张桂兰更猛 花小玉在京城 他 是了 他从家里跑了 只要有钱 买张火车票 京城怎么不能来 只是叶家也知道花小玉了 花招简单说了一下 花小玉来到京城 找到叶家 并且安排工作的事情 张桂兰脸色立刻难看了 他一直怕自己麻烦到叶家 让花招在婆家不好做人 没想到他千朵万朵 还是没躲过去 花小玉来这么一出 让叶家人得怎么看花招 当然这是他以为叶家的地址 是花招无意中说给花小玉的 他要是知道 花小玉说是叶深告诉他的 他得多想 花山一家人 怎么从老到少都坏透了 张桂兰气道 这就是家教家风的问题 小孩子从小被养歪了 花招说道 现在怎么办 张桂兰皱眉道 花招还没想好 不行就让他回老家 叶明说道 过去他对花小玉的遭遇 有那么一点点同情 但是知道花山一家的时候 在出了昨天晚上的事 他对花小玉彻底没了好印象 他觉得 就是把花小玉送回去 他也不会轻易被摆布的 他只会像根刺一样 扎在花山一家人身上 也挺好 花招摸摸肚子 花山家的人 他真不敢放身边了 那就让他回去吧 行我知道了 叶明说道 吃完饭 他走在回去的路上 却突然想起 事情有点难办 因为当初安排 花小玉进这个厂子 是走的文家那边的关系 文静的一个婶子 就是纺织厂的那个副厂长 当时他不知道文家这个样子 随口一提 文静当时觉得 花招可怜 而花小玉这个人 比他们文家人不体面多了 有他在叶家人面前隔应着 就显出他的好了 所以 文静当初答应的特别痛快 动作也积极 几天花小玉的工作就落实了 现在 叶明想着 下午有个重要的会议走不开 只能晚上再说了 第320章 请你吃饭 这天上午的工作 花小玉又开始频频走神 那些人什么意思 是不管 还是偏帮张桂兰 他不傻 更倾向于后者 没有点关系门路 谁会帮张桂兰 听说有人举报 早借着由头修理 他好出去了 气死他了 也不知道张小五什么时候来 废物一个 让人一脚 就踹得满地打滚 想着张小五 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就看见了张小五 这才过去几天 他脸上的伤还在 血架还没掉 他也不想来上班 但是厂里又下来一批残次品 有些事 他不亲自来不行 他匆匆吃完饭 匆匆赶回库房 想着早干完早回家 别人看他的眼神 让他很生气 花小玉迎面路过 哎呀 他似乎被吓了一跳 张大哥 你这是咋了 张小五抬头看他 只看见他一脸的惊讶和 心疼 没有看见嘲笑和幸灾乐祸 赵小五浑身舒畅 没事 不小心摔了一跤 过几天就好了 张小五魂不在意道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花小玉急急点头 两条麻花便捶在胸口 一晃一晃的 显示出的他的心胶 张小五眼睛都直了 哦对了 花小玉从兜里掏出他 当初给他的那本博书 这个我看完了 还给你 他似乎无意中翻动书本 录出里面的电影票 显示他没占他便宜 没用他电影票 我不知道里面还有这个 没有及时还给你 让他过期了 不好意思了 花小玉内疚到 这倒是提醒张小五了 他还有自己的大事没干完呢 晚上有空吗 我再请你去 花小玉立刻摇头 我不去 电影票太贵了 也不好买 我自己在外面看的露天的就行 说完他就要走 你去过电影院了 张小五问道 跟同事一起去的 外面就能看 也挺好的 今天晚上就有一场 他似乎发现说错了话 还没说完就匆匆走了 张小五看着他的背影笑了笑 不过现在没空再撩他 他快步回到了仓库 他们纺织厂好几个仓库 他这个仓库专门放残次品 不大 只有两个人守着 快点 等你半天了 另一个守仓库的人看到 他立刻嫌弃道 这不是来了吗 急傻 张小五进了仓库 立刻回身关上了大门 从里面锁好 好了 接下来 这里就是他们两个说了算了 两人认真干活 把一堆残次品又按等级分好 有严重残次的 线的粗细不均匀 粗的地方过不了针 细的地方一扯就断 根本没法用 有缠的乱七八糟的 但是解开就能用 有上色不均匀的 也不耽误使用 也有只是掉在地上蹭了灰的 好的能用的 他们都挑出来 单独装在一起 下班的时候 带走 卖掉 资源紧缺的时候 买线还得要不漂亮呢 他们京城是不需要了 但是京城之外的乡下地方 有些人拆被子洗被子的时候 都得把线小心翼翼收好 回头继续用 仔细的很 因为他们买不到 一筐线 他们能赚好多钱 而且几乎没成本 他们会把这些线 归为最下等的 一分钱一轴 甚至二轴内部处理了 当然这个内部 只是他们四个人 外面还有两个人 一个负责在车间 多弄一些粘灰的瑕疵品 一个是负责管这室的领导 残刺品怎么处理 总不能是管仓库的说了算 有工厂小领导专门负责 干完这一次 又是几十块到手 张小五美滋滋的出去 再去食堂的路上 等花小玉 下班时间 花小玉果然第一批去食堂 张小五发现了 这农村丫头 吃饭最积极 花同志 等一下 为了目的成功 张小五叫的还挺正经 表情也很正经 但是没人信他 叫你的 跟花小玉一起走的同事 顿时推了他一把 然后挤眉弄脸的走了 花小玉很生气 但是想起自己的目的 只能先忍了 也很正经的看着张小五 张同志 有什么事 是这样 我有个事想请教你一下 他站在主道之外 有点远 花小玉朝他走近几步 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大家都着急吃饭 跟花小玉一个班的人 基本都过去了 认识他的人少了 关注他们的视线就少了 张小五立刻小声道 走 出去吃 我请你下馆子 咱们吃红烧肉 花小玉立刻不自觉地咽了口口水 张小五眼去眼底的鄙视 只是笑得一脸憨厚 可惜他忘了自己 现在什么模样 花小玉顿时被恶心地低头 食欲都没有了 第321章 看见 我不去了 我去食堂就好了 花小玉转身要走 哎 别别 我是有事想求你帮忙 赏个脸 张小五立刻站到了 他跟前拦着他道 周围看过来的视线 顿时又多了 花小玉着急地小声道 张大哥 你别这样 让人看见了成什么样子 张小五又变成了一脸无赖 那就快跟我走 他们就不看了 你不走 我可要拉着你走咯 这个威胁管用 花小玉顿时扭头就走 哼 这可是他逼着他去吃饭的 一会儿吃死他 吃穷他 他也没回宿舍送饭缸 一会儿吃不了 还能带一缸回来呢 两人一前一后隔得很远 出了工厂大门 对于这个距离 花小玉很满意 等离得工厂远了 周围没有纺织厂的人了 花小玉脸色好了很多 放慢脚步 张小五嘻嘻笑着上前 打算去哪吃 我对京城不熟 也不知道哪里便宜 花小玉道 便宜没好货 今天哥哥高兴 要吃就吃顿好的 张小五嚣张道 花小玉心底暗笑 嘴上去道 你还是先说说 有什么事求我吧 我能帮你 就吃你一顿饭 不能帮我 这就回去了 所以他吃他的饭 可不是跟他出对象 是他有事相求 张小五眼珠子一转 听懂了他的意思 馋丫头还挺尖 不过没关系 一顿不是出对象 十顿还不是出对象吗 说出去都没人信 求人的事等吃完饭再说 这顿饭要是不能让你满意 我怎么好意思开口求人 张小五说到 花小玉眉之声 他心里也知道 什么求人都是借口 他可帮不了张小五什么忙 张小五也没选什么 太高级的饭店 那些地方大门 他都不敢进 他就是去了一个店面 稍微大点的 干净点的国营饭店 这种地方 花小玉也是第一次来 比较满意 你想吃点什么 张小五问道 墙上倒是写着菜单 但是花小玉就认识个白 豆 肉 他能点什么菜 你说了算 我也不知道什么便宜 什么好吃 冷静下来 他也不想吃死张小五了 他怕他没钱付账 让他出钱 他可没钱 张小五制炖饭也没省 点了四个肉菜 土豆炖牛肉 土豆炖排骨 红烧肉 红烧鱼 算是非常丰盛了 而且分量也足 价钱也贵 花小玉听着 四个菜出了票 竟然花了十块钱 饭菜上来 他一开始还端着 但是很快就端不住了 他好久好久 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单位食堂 哪里有大鱼大肉让他们吃 那是领导才能吃的 他们的菜里 有一片大肥肉 就算荤菜了 他上一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 还是 花招结婚请客的时候 不能想 一想吃的更凶了 张小五都有点被吓住了 娶了这么个玩意回家 他能不能养得起 就是吃粗粮 他都得吃两个人的饭量吧 不过 先弄到手再说吧 他想 媳妇想的要疯了 吃完饭 花小玉的饭缸里 果然又装满了一缸 不过四大盆 份量很足的硬菜 就剩下一小饭缸 也说明这俩人很能吃了 走吧 消化消化时 张小五一边踢牙一边说道 花小玉也起身 隐晦的摸下肚子 今天吃的是有点多了 不会吓到他吧 管他呢 反正他又不要嫁给他 不在于有没有什么好形象 这么一想 他就坦然了 张大哥 你还没说找我啥事呢 边走边说 张小五带着他出门 往西走去 这个方向可不是回宿舍的 不过是往电影院去的 花小玉暗笑 果然上钩了 这么容易 两人溜溜答答 张小五给他当着导游 讲着大京城的历史和名声 听得花小玉真有点神旺 他过去 只知道京城是京城 是首都 祖国的中心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他第一次知道 这里还是武朝古都 历史悠久 他好想留在这里 最好把别人赶出去 电影院门口到了 他一眼就看见了 卖爆米花的张桂兰 嘴角勾了勾 张小五也看见了 张桂兰一个人 背着一个筐 拖着两个筐 在人群里非常显眼 啊 那个卖爆米花的又来了 他家的爆米花可好吃了 卖得还好 一晚上能卖好几筐 花小玉随口道 就是卖得有点贵 五毛钱一袋太黑了 张小五的眼睛立刻亮了 他看着框 算着账 好多好多钱